車產業但是它在全球風情擁有 這些事情是不可逆的 那我們怎麼樣來看待這個共享經濟的後面 下一個階段是什麼 那特別我們今天focus是在計程車這個所謂的 Uber的後Uber時代 我們台灣的業者他們怎麼樣來思考他們自己 也從此帶出他們未來的一個 對人或對這個政府或者說對乘客 甚至對從業工作的司機 甚至對所謂的不會假話的地球 這個整個事情它是怎麼樣用一個更不同的思維 來幫助我們這個計程車產業 所以我們會說它有一些美麗的地方 當然它有一些哀怨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三不取之二 就是談一下共享經濟的能力與哀愁 那接下來我就稍微把在這個總經理的這個 演講之前我先開幾個頭 讓各位看一下這個背景 第一個事實上我想大家都知道 騎計程車是一個民生的必需服務 但是傳統上我們對這個產業呢 其實並不是抱著一個非常高尚的一個價值給它 大部分會從事計程車行業的通常都是比較社會上面比較 不是那麼的不能說它沒有工作能力 而是說它通常在一個人生的轉換過程 它其實是一個不得不的職業 它通常是在人生的過程裡面 它忽然就走了一個不同的路 讓它面對它自己 那所以呢我們對計程車的職業這個形象 在昨天康世人大堆他有一些論分享 所以呢我長期研究這個產業 大概今年是第14年 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司機的故事 我也聽到很多感動人心的一些 一些社會上面底層的一些人物 所以呢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聚在這個地方 談這件事情其實是我一直在問三個問題 這個問題都是我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一直問自己 第一個就是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我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做這件事 我為什麼要在大學裡面研究計程車 一研究就是15 這些事情我為什麼要關心它是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要那麼關心這一群從業工作者 我為什麼要對這一群相對跟我們關的這一群小房司機 我特別要投入我自己的一些研究心理在裡面 這個是第二個要說服我自己的 那第三個透過我的研究 或者透過我們計程車學院的陪伴 那我們未來可以讓這個產業有什麼樣不同的改變 甚至我們可以幫助到我們一起 一些從業工作者有什麼樣不同的想像 那我們要去哪裡 通常我們來參加一個演講 或者網路上面的朋友 你們要花這一兩個小時在這個地方 通常我們都要問說 你看你要說服我 讓我願意花這個代價在這個地方 所以剛剛其實張正創辦人他已經講了 當我們在思考計程車這個職業的時候 我們是把它當作是一個城市的移動工作者 簡稱移工 那他在兩件事情上跟我們現在的新住民 或者我們現在的所謂的外籍勞工 或外籍配偶是非常相像的 第一個其實他們都是相對是社會比較邊緣的 他不是一個主流的職業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其實這一群人相對的 他在自我認同上面 跟在融入這個社會當中 其實他是有一點點需要去幫助的 大部分其實世紀大哥們 他們在從事這個行業都要一個心理轉換 如果這個轉換轉換得不好 其實他通常他對這個職業就是一個 養家糊口的賺錢工作 他不一定可以認同自己做這個職業 那通常我們也看到很多的這樣的一個 我們的第二代漁人 我們的新住民 其實他們有類似這種認同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認同其實是 我們為什麼要關注這件事情的第二個面向 那為什麼我是說 計程車會有特別讓大家覺得說 他不是那樣的在主流裡面 其實是這個畫面 其實當我們坐上車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看到的計程車司機都是背影 我們通常不知道他是誰 我們也不關心他是誰 那我們決定他要去哪裡 因為計程車司機就是 載我去我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常說司機是一群 沒有辦法決定自己人生方向盤的隱形人 因為他沒有辦法決定他自己要去哪裡 他是被決定著 那通常他也不會是一個有名的人 他就是隱形蠻名 在那個小小不到一筆的計程車空間裡面 一天工作10到14個小時 那就是他的生活 他可能一做就是10年20年30年 那他的生命就在這當中裡面 一天一天的去經歷 那過去我們在看這個職業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機會 改變是因為科技的介入 那在沒有台灣大車隊之前 其實我們全世界用的科技就是無線電 所以基本上就是非常吵 而且是用搶的方式去得到這種所謂的case 那通常我們也知道有無線電 我們的司機就很容易用無線電去聚眾 去聚集然後去動員 甚至去產生很多 讓大家覺得不是很舒服的 這種所謂的小群體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這種社會的一種小型的一些活動 那通常我們過去對這個無線電其實是覺得 他其實是常常會有那種動員的概念 那像在新加坡他們是管制計程車的這個無線電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怕計程車用無線電去動員 然後形成一種社會的反抗力量 那後來呢我們衛星派遣這個科技 釋放了GPS這樣的一個科技到民間 帶動了這種所謂的移動 開始可以大量的用更先進的方式去定位 去追蹤去管理 那這個科技很自然而然就用到車子的管理 那就形成了今天的所謂的車隊派遣系統 那這個車隊派遣系統其實就行錯了 這過去十幾年來我們看到台灣的這種大型車隊 慢慢的把這種一盤散沙式的計程車司機 連結在一個大型這種GPS的這種所謂的網絡當中 然後透過定位去要求他們 他們的服務態度他們的制服 然後去管理 然後同時也提供更好的生意給計程車司機 讓他們跟乘客之間的媒合的那個速度 可以更精準更快速 所以我們的計程車司機已經開始不靠天吃飯 開始靠GPS吃飯 開始靠車隊的call center吃飯 那call center 車隊跟計程車司機就變成合作關係 所以司機要仰賴車隊給他case 那車隊有更多的司機之後 就可以讓他整個服務的系統的效率 服務的滿意度更高 那消費者當然就會願意采用推定的車隊的品牌 所以整個這樣的新的生態系統就產生 但是呢 其實人類是不會滿足的 有了這種GPS之後 在2007年那時候出現了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改變了全世界的後來到今天 就是iPhone出來 當2007年Apple推出iPhone的時候 他開始讓所有的各式各樣的移動的這種所謂的服務業 找到一個機會 就是說我可以用一支手機開始決定 我跟誰可以做什麼事情 開始可以把我的空間跟他的空間拉近 開始可以把我們那個交換的訊息快速的連結 所以呢 在這個App跟這個iPhone的這樣的無線手機的出現之後 帶動的就是Uber的模式 所以Uber其實這個科技 其實是因為有手機 有這種試機的網絡 所以帶動了這個點跟點之間 而可以跳過一個call center 跳過一個大型派遣的組織 讓所有的司機 就用一支iPhone 就可以透過App 然後就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消費者 那我想跟各位報告 我剛好最近這個暑假去美國做一些研究工作 我主要觀察就是城市跟移動 我大概做了不下三四十趟的Uber 我發現這個整個這個科技 已經深深的相閃在美國的城市當中 它已經不是交通運輸 它已經變成一種他們生活裡面的 一個很自然的東西 那這樣的一個趨勢其實是不可逆的 那所以呢 其實就算各個世界的政府 在抗拒這個新的科技 但是科技已經進來 接下來就是制度要怎麼調整 來讓科技跟制度 跟舊的經濟中間的媒合 所以這個就會產生我們今天講的 為什麼要談一個共享經濟 因為我們發現其實Uber 的確帶出讓消費者更滿意的服務 讓這台車更符合這個營運的模式 經營的效率 而且呢 開始 讓他可以不要每天在路上繞 而可以得到一個非常精準的服務 而且這個服務其實是省去很多中間 第三層 就是所謂那個中間的這個經營業者 而讓他用科技跟科技之間媒合 但他破壞了一個自由經濟的傳統 讓這個所謂的既得利益者 叫做車隊、車行、計程車司機 開始對這樣的一個科技 有一些法律上未接的這種 所謂的一個抗議 因為畢竟他用了私家車 用了私家車沒有牌照 科技對了 但是那個目的卻錯誤了 他把一個對的工具放在一個破壞 去犧牲既得利益者 而且去傷害到最底層的這群司機 造成全世界都跟Uber為比 那這件事情當然造成後來就是 Uber他歇業 那他就退出這個市場 他說他是暫時性退去 他不是永遠就要離開 那這件事情我們就看到 其實我們後來為什麼會去做計程車學院 其實就是我們看到這個科技的改變 這個整個科技的改變 基本上是一波接一波 那接下來還有AI的世代 還有無人車的世代 這些東西都會出現在計程車的行業裡面 所以後來我們在Keep Walking那個倡議裡面 因為我是學校老師 我研究這個科技 研究這個產業 研究這些司機的這些生命過程 我發現我們如果可以把我們產業上面一些問題 用我們學術的力量去解決他們 甚至我們可以陪伴一群計程車司機 然後行做一種新的營運模式 或許他不是這麼的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他的後面帶出來的意義 跟司機帶出那個行善的那樣的價值 或許我們就可以從學術的這個力量去推動 然後加了一個小小的實驗 如果可以擴散給大型的車隊 擴散給各個不同的政府單位 讓他們慢慢的覺得這個也不錯 他們可以把我們這裡面推到一個 用市場化的方式去做一個大規模的擴展 那就可以讓我們的學術工作者 可以真的去用比較入式的方式去影響我們這個社會 影響我們的產業 後來我們就真的去成立了這樣的一個 計程車學院 讓我們的計程車對內可以成為社會的幫助者 對外可以成為台灣國際的門面 那整個過程大概就是因為 因為我們接了很多計畫也做了很多研究 後來呢基本上我們就問自己說 這些計畫都會解案 那這些研究其實最後就會放成 變成一本一本的手冊 一本一本的書 一篇一篇的文章 那教授升等了 那學生畢業了 但是這些司機呢 他其實就好像一個白老鼠 被我們研究完就放在旁邊去 那我們就覺得這樣不是一個辦法 而且我覺得這個不是真正的 對得起我們這些被我們研究的司機 後來我們最後在跟 原先的一個記者會的那個同時 我們就許了一個心願說 我們希望讓這個東西制式化 正式走到一個 有一個組織結構去慢慢推動 我們在學術的這些研究發現 所以後來我們就真的成立一家工 一家NGO 那家NGO當然就是我們 我們這的人做的很少 我們只能先陪伴司機 我們不像大型車隊可以給司機CASE 我們一點能力都沒有 但是我們可以陪伴的就是 讓他有新的觀念 有對的態度 有好的認同 那最後他可以獲得他想要的知識 然後第二階段就是轉化這個 這樣的一個台灣有 那麼大一群的這些司機朋友 轉換他們的心態 轉換他們的工作認同 轉換他們的商業的這種行為 然後最後也希望帶動車隊也可以一起去倡議 讓這種對得起社會 對得起司機 對得起乘客 對得起地球的這樣的 共善的概念 可以慢慢推廣在我們這樣的一個台灣社會 那最後那個目的就是要共善 就是那個讓整個 會講話的 不會講話的 都得到他應該一個尊重 然後有貢獻的 沒有貢獻的 都不要被歧視 然後讓這個計程車成為一個好的一個 讓社會更好的平台 所以我們計程車學院其實 對任何的計程車司機開放 也對任何想要改變的民眾開放 那開放的目的就是 讓我們可以陪著他們用學術的專業的 這樣的一個訓練 然後帶著他們去做社會公益 我們沒有帶他去賺錢 我們也沒有錢可以給他賺 就是讓他可以嘗試去服務更多 比他弱勢的人 透過這個弱勢 他可以慢慢的成為一個專業的從業工作者 進而他可以成為這個倡議的講師 就像昨天的康世倫康大哥 他成為一個專業的講師 他可以到各個車行各個車隊 甚至各個我們看不到的司機的社群裡面 去宣揚他自己做一個司機的價值 跟他做一個這樣的一個角色 然後讓他去影響車隊 車隊在影響他的司機 然後最後讓這個程式更好 讓這個社會更好 我想這個我們做的事實上是一個很小的工作 真的沒有辦法做什麼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一個機會 就是這樣的一個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希望這樣一個小小的影片 未來可以做在社會的裡面 每一個最小的人身上 看看是怎麼找到的 我們坐在我裡面 都要圓 Federation 我選擇了一位 也要是唯一的 感動的 要是讓太陽尊重的 找到二路 船路 真的 我们看到很多的司机 他其实是很有能量的 但是他一直挫制了他自己的工作的意义 让他成为只是每天为了三餐 而去追逐金钱的这样的一个职业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台湾的需要 偏乡的需要 社会的生障者的需要 未来十年二十年后的长照的需要 有太多的需要都是需要我们到复去服务他们 所以我们一直在看到一个未来就是 其实我们每个计程车司机 他都可以成为这个城市的需要的帮助者 那我想我们用这种方式做这个倡议 但这个倡议是很小的 需要更多的不同的厉害关系来帮忙 所以我们今天办了这三场 第一场当然就是昨天我们谈的 用司机的工作的翻转 让他成为自己的生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运转手 而不是成为被别人决定的指使去哪边的一个司机而已 那当然今天第二步就是我们邀请到 我们谈到这对李琼淑 李总经理我们的执行长来谈一下 在这个他投入这个机能车产业的因缘忌讳是什么 那后来整个机能车带出什么翻转 那在这个整个Uber的这个冲撞之后 目前他准备带领这个台湾的这个广大机能车的产业 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走 那明天呢 晚上七点到九点 理论上我们会谈一下下一个更大的挑战 就是AI出现 当AI出现之后 所有的司机的价值要重新的再定义 整个车会重新的再去调整 城市也会开始重新的去行硕 它的设计模式 所以在无人车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过渡 这个过渡就是共享经济 所以接下来我花一点时间讲一下 然后让这个定义上面先让大家定义比较精准 然后就可以让李总经理来谈一下 他在这个机能车的这个实物经验里面 他看到的一个可能的一个现象跟机会 通常我们在讲共享经济的时候 通常我们其实就如同我刚刚讲的 因为有手机的出现 有无线网络的出现 然后让很多产品或服务都可以不再只是我可以用 而是我可以分享给别人 甚至我不用的时候我可以租给别人 所以以前其实都要用买的 我要买一栋房子 但是我一年可能住不到几天 我要买一台车子 但是我一个礼拜可能开不到三五天 所以有很多的都是剩余的跟浪费 所以后来因为有科技的帮忙之后 让使用者可以用租的去取代买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Uber 我们不用买车 我们去Airbnb 我们不用再去住饭店 所以每个民宿每一个人的家里的 某个房间你都可以租给全世界各地 你自己的车子的后面的两个座位前面的一个座位 你也可以开始租给全世界 所以这样的一个未来的想象 其实它是很棒的 就是说如果从一个节省 这个所谓的资源 然后节省耗水 它其实可以创造很多 我们讲的就是小型的工作的机会 让更多人他可以用他剩余的而来赚取 他一点点为国的收入 那这个在2008年2007年出现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刚好整个网络 整个全球的这个金融风暴 所以美国出现一批很多人失业 所以他忽然瞬间他的工作不见了 所以他还是要继续生活 所以他想一想 他不敢卖房子 因为他要住 但是他想说 那我把一个房子拆成房间 我用房间来租 赚一点外汇 那他的车子 他可能要兼差 但是他又不是技能车司机 然后干脆他就是加入Uber 成为Uber的一个团队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其实刚开始是从一个经济弱势 跟瞬间找不到工作 需要马上有一个收入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开始 这个其实跟我们技能车司机 其实是很像的 所以用这种租刃的方式 其实来让一些无法负担高额的 拥有的这种成本 可以改用租刃的方式 然后这样的方式 其实就会牵扯到 用什么价格 在什么条件 然后怎么样去给 需要的人 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科技上面的一个 每一个工具 所以因为有科技的 就让这个共享经济产生的可能的实践 但是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三个大的元素 其实共享经济最重要的 第一个 一定要剩余的产能 就是说有人有多 那有人有需要 所以我把我的多的给你 那你刚好可以付一点点微薄的收入给我 所以我们产生一个交换关系 第二个一定要有科技跟云关这个平台 而且是用手机当载具 然后快速的在移动当中 可以彼此的看到彼此 这是第二个要件 第三个呢 它要构成一个同财参与 比如说它的市场的为纳量也要够 像Uber AirBnB 它都是一个共通的需求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会有计程车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会有饭店民宿 所以它那个共同的需求是够大 所以它可以聚集这样的一个大的需求 化整为 化零为整 而让它变成是一个平台的一个经营的第三方 那我们用计程车的角度来看 其实呃 待会总经营或许会谈一下 全台湾的计程车 目前最少11多万张牌 接近12万张 但是全台湾现在的从业工作者计程车司机只有8万6千位 有代表还有很多的剩余还没有被用出去 所以这些剩余其实都是很多车行 急着把它 想要把它 把它租出去的 所以 它其实符合了一个所谓的过剩的这个概念 再加上 整个它的规模经济其实是够的 我们刚刚讲说 它要一个足够的规模经济为纳量 才可以支撑这个模式 所以大台北来看 大台北有5万3千个司机 一个司机一天接15到20趟的车子 所以一天 光大台北有130万趟次的计程车的接送 发生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 如果你把它换算成产值 它其实是一个400多亿的产值 而且记得 它是一个民生必需品 它不是你只会用一次 几乎你用了 你就会一直持续的用 这也就是Uber 它这个营运模式会广大的受到这些创投的人的轻采 因为这个模式一旦你被黏上去了 你下载这个APP 你一旦喜欢了 你几乎就一直用 你不会停下来 因为它基本上就会变成你生活的一个必须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它其实有很大的商业的价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大车队的成长 这个数字有点旧 我也没有被update 台湾大车队 大概总经理会给我们更新的 从一百年 民国一百年一万一千台 一直到两年前大概一万五千台 它的服务套置APP使用 最重要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自动化比例不断在增加 比如说使用APP的人越多了 然后不需要再经过人工的这个媒合的工作量越大 就你会发现说其实台湾大车队也在朝向那个所谓共享经济的那个平台的这种所谓的自动媒合的概念在走 所以其实台湾大车队是一个非常具有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的一个代表的业者 一个传统业者 但是可以跨足到平台跟共享经济 那对于最重要的利害关系研究师机 我们看一下台湾大车队 这是我在七八年前的一个研究 有加入台湾大车队的司机 大概一天可以赚一百二十三块美金 没有加入台湾大车队大概是他的一半 那平均呢大概就是一个司机一天大概收入大概八千 八十八块美金 大概就是大概差不多两千五百块左右 而且这还不扣掉油钱 还不扣掉它的所有的保养 它的这些保险 所以代表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劳力密集 但是收入其实是非常低微的一个职业 那这个职业为什么会这么辛苦 主要是因为空车率 主要因为供给太多 然后司机没有办法定价 因为价格是被政府决定的 那他又没有办法找到生意 那他基本上就只能靠天使馆 在路上到处乱绕 然后等待机会 所以这样的方式其实造就了Uber这种新的服务 这是Uber的股价 就是它的那个投资价值 Uber成立的非常非常的短 2010年成立 它现在的产值跟市值已经超过 超过福特跟GM 也就是说一家没有任何一台机能车的 没有车子的公司 它的产值超过百年的这些汽车大厂 那这样的一个新兴的这种所谓的商业模式 其实真的是过去没有见过 所以其实现在全球都在封这个所谓共享经济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议题 但是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我刚刚的脉络来看 其实人类是在进步 科技在进步 所以呢我们从工业时代 所有的厂商提供的是产品 到我们进到服务经济 那厂商开始提供服务 例如说它提供了可能是饮食 可能是各式各样的娱乐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出现了网路了 网路之后就有Amazon 就有Yahoo 就有这种PiMine 就有这些第三方的这种所谓的网路平台 它开始在网路上形成一个市集 那个市集其实就是 让很多人可以在这边可以去 做各式各样的交换 但是这样的交换过程里面 因为它缺少一个移动性 所以那个移动性还没有出现 所以刚开始其实是PC 是大量就是所谓的 我们讲的固定式的这种 所谓的上网的载具 所以它产生的是一种 知识经济的概念 但是2007年开始 手机到现在的一路的风行之后 这十年来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平台经济出现 平台经济最主要就是 那个Mobile这个载具 手机这个载具出现 它把所有过去没有办法 做电商化的这些服务 全部都把它改成 变成电商 所以如果我们严格来讲 其实共享经济 不是一个好的定义 共享经济它更精准的定义 就是服务业的电商化 服务业的电商化 因为过去可以电商化 都不是服务业 都是卖产品 都是实体的 但是当我们产生了手机 那我们移动可以自由的去 收集各式各样的资讯之后 即服务业电商化出现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平台经济 或共享经济 那这样的概念 其实它创造了很多的附加价值 最少我可以把我的剩余的卖出去 然后在平台上 每多一个使用者 每多一个共击者 其实这平台的价值就会被翻转 所以为什么Uber 他们要一直的争取 各式各样的司机加入 even所谓的白排车的司机 这种民间的司机都要加入 就是要创造这个所谓的使用者的这个投入的 供给跟双方这两边 要都把它撑起来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网络价值会因为这个供给跟需求 不断的去拱这个平台 这平台就可以创造整个大的网络的更多的价值 所以一支APP 一支Uber的APP 我可以在台湾用 可以在美国用 可以在全世界400多个城市用 只要一支APP 这样的一个穿透性 其实是过去传统经济很难做到的 所以呢 Uber它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计程车的APP的概念 它已经变成是一种世界的运动 一种新经济的运动 就是随需即选 就当我需要的时候 我就用手机打开一支APP 然后我就找到我要 当我不需要的时候 我就离开 所以我不需要去买车 我不需要去买一个特定的东西 放在我这边变成是闲事 我只要去租它 我只要去可以用它就可以 所以这样的一个打开水龙头 就达到你要的这种思考逻辑 其实已经在翻转 现在全世界的经济 但是它也带出一个危险 这危险就是平台可能慢慢的 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国家形态 我们这样的国家 其实是用地理区域去看待 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两百多个国家 政府扮演那个主要的 那个所谓的决策跟保护者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用共享经济来看 其实每一个服务的平台的经营者 可能最后就是剩一家到两家 这些一两家的平台 它就成为一个军网的国度 这个国度可以决定这个产业的所有的事情 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如果它最后没有尖散到所有利害关系的 它只是独散它自己的股东价值 这个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专制 或者另外一种所谓的剥削 所以我们会做王道中心 就是在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在平台经济 共享经济的发展的过程里面 如果平台经营者的心态 经营者他扮演的角色 还是跟过去资本主义一模一样的心态 那可能对社会跟对未来 其实可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杀伤力 所以平台经济会带出一些争议 这些争议包含 第一个平台经济真的会帮更多人赚取额外的收入吗 还是最后中他会取代很多传统的工作 例如计刑车司机被取代 然后很多的白牌车司机加入 那这样的白牌车司机加入之后 他的收入会很稳定吗 会不会因为平台的力量越来越大 他的统战独占性越来越高 他基本上他的剥削就越来越大 他最后回馈给这些弱势的这些加入的这些个别工作者 其实最后他其实是越来越弱势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问的 平台经济可能带出的威胁 第二个是平台经济这些资本家 他们未来其实就变成是一个独占者 这个独占者他其实他会独占很多的资讯 这些资讯他怎么使用 他可以拥有我们全部的行为 这些行为他如果去用在不同的利害关系为 用不同的目的 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杀害 都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力 所以他所拥有的不只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行为 他拥有的是我们的所有的生活样貌的一个资讯 这个大数据解构之后 他其实会带来很多很多难以被约束的这些可能性 所以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是代表说 其实我们现在共享经济政府也在面对 然后业者也在面对 然后我们的从业工作者也在面对 就是这个平台未来的法规要怎样去订定 才会对每个人都是公平 然后劳资关系是什么 到底我加入这个平台 我是属于你的雇员 还是我只是加盟 还是我只是一个第三方 我们这契约关系是什么 这是第二个要去思考 第三个就是每一个人加入之后 会不会成为一个斗争的筹码 就是我夹着这样的一个大的力量 然后我去跟其他不同的另外一个竞争者去对抗 那我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变成工具化 我们都是在那个平台下面变成一个工具的一个价值 我们真正的价值可能不在于创造给我们自己 而是我们是创造给资本主义跟平台业者 所以这样的利他有没有办法被设计出来 还是最后不变成致力 这是我整个对这个共享经济 跟大家做一个大概的一个描述 就是说我们今天会邀请计程车最大的这个平台业者 台湾大车对总经理来分享 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还没有解的 也不知道该怎么解 但是我们隐隐约约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开始去面对 那Uber离开但是我们的计程车不可能自觉于这个市场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要多了解一下我们的经营业者 他们怎么样去看待他们自己 也怎么样在共享经济这个世代 怎么样来让整个台湾甚至下一个经济 新经济可以看到一个一丝的曙光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台湾大车队的总经理 李琼淑 李总经理来谈一下共享经济的美丽与哀愁 谢谢侯教授 还有张震还有廖小姐 还有在场的来宾 大家晚安 那谢谢侯教授刚刚其实我们刚很专心听了一下 尤其是好像上了一堂课一样 那在我想我跟大家 这个谈论计程车之前 我想我还是把一些 其实 确实没有错 其实当时我曾经想说 可能要做一些不太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跟侯教授聊个 后来呢我也知道 有一个这个 那个叫什么 什么酒商的 做了一个鸡精 就是keep walking 我就跟他讲说 有一个这个很有兴趣耶 回到时候你有没有兴趣 结果我只是讲讲 结果他就真的把他申请过 而且一之后我就这么多年 他也因为有了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经费之后 真的去从事基本车 产业相关的这个研究 那谈到这边我想 刚刚在这个我们议谈之前 我想在场的来宾 问小姐说 他爸爸也是计程车司机 那其实我父亲也是计程车司机 那我父亲那个时代是非常特别 就是说当时因为我父亲是脚踏车 就是那个台语工 客人的三年车工会 脚踏车工会 那当时正在辅导转型 我记得是当时大概零国6869年的时候 辅导他们转型 所以呢 我父亲是从一个不失智的人 那当时因为要转移 计程车这样一个产业 所以必须要这个考试 那考的是 我记得非常清楚是考这个机械常试 机械常试 那我爸爸完全不失智 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放学回家之后 我要帮他录 那个当时有那个录影大 我要帮他录 就是一条一条面 然后告诉他答案 然后他就用这样的背 那他光那个机械常试 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考了十次 才考上了 才开始去开机械车 那我们家当时家境不是很好 所以我爸爸买的一个机械车 是中古车 我记得非常清楚是育朗的机械车 那开了 然后开了也不是很顺利 不是很顺利就是 确实当时今也非常辛苦 所以我记得我们家常常就在借钱 然后这个我高中毕业之后 马上就进入社会 因为没有钱那我们念大学 那我谈到这一段 我也跟在场各位来宾分享一下 其实我这时候我爸爸考了十次的这个机械常识 那我是在民国九十五年来到这个台湾大车队 那我怎么来的我也有点莫名其妙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在民国八十二年的时候 我进到全宏通信 那就是现在 在台湾大翠广市长林仙田 当时我是到他的通信产业去工作 那从 那时候是我结婚 刚好生产生 小孩子 刚好也很小 那刚好小孩子上幼稚园上小学 所以我变得没事 所以我就到这个通信业去上班 我记得当时是会计 当会计主任 因为我高中是学商 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一年纪念就跟这个老板共识 然后呢 因为他当时从全宏通信 从十几家店 到到民国九十四年的时候 他把全宏通信卖掉的时候 我们当时最鼎盛的时候 我们的全宏的店 有将近快五百家店 所以当时 那他就把它转给这个远船 然后一年纪会 他就进到计程车产业 所以当时是因为台湾大车 都已经面临到这个 几乎快破产了 前任的股工几乎破产 所以他是因为 卖了群红之后 可能身上也有一些钱 然后又没有什么事做 所以他就把这个车队买 因为他就觉得 他从一个营业额 大概那时候我们一年 大概五十几亿的营业额 那突然间他就先前在家门市做 所以他就觉得 他需要找一些事情来做 所以刚好那时候 台湾大车队的股东找他 他就把他定下来 那我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从全红就离职了 因为经营团队怎么换人了 就转手让给远差 所以我就 就离开了 那离开之后呢 我就那时候年纪也不小 四十几岁 但是我一直有个梦 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 因为我家境不是很好 所以要我念书我也没办法念 因为确实我很年轻就结婚了 那因为家境的关系 我需要赶快就是出来工作 然后就这样 那所以我小时候 一直看到人家出国去念书 是一件我非常非常羡慕的事情 那我高中呢 是念进修女中夜补校 那为什么念夜补校 因为白天要上班 白天要上班 我必须要半工半度 所以晚上只能晚上念书 那念又不能念夜间部 因为念间部要四年 那夜补校呢 不用四年 三年就可以毕业了 所以也因为这样 我就去选择夜补校来念 但我很巧 昨天我就 刚好经过我的母校 进修女中 我就经过进去了 我是离开学校三十八年 从来没有踏进过校门 昨天我就进去了 结果一问 已经没有夜补校了 那当然 这样看起来就是我 就有一个梦 所以我就很想说 那我是不是 刚好也离职了 所以在全文离职 所以我就四十几岁 我就完成我人生的一个梦想 就是我就到纽西兰去 念了短期两个月的语文学校 所以那是我一辈子最开心的时候 是因为我会重返 下十八岁小朋友那种感觉 每天去上学那种感觉 那所以我就说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一场梦 那当我两个月这个学完了 两个月短期这个上课完了之后 还是要面对现实 就回到台湾来 那我就待夜中没什么事做 所以我们现在的短商就说 那穷主你没事 来我公司吧 我就来到台湾大 就这样进来了 我也搞不清楚是要干嘛 是要来台湾大学做什么事 我完全没有问 没有问就进来 那我进来当时 台湾大学是在交博馆 交博馆 所以说实话 连个办公司都没有 我们跟人家share 所以我第一天进到来上班 我第一天就被司机大哥给吓到了 第一天我就被骂了 反正公司很乱 我们都搞不清楚 那真的不对 那边也不对 然后我下去的时候 有一个大哥就非常不开心 就进来就开始大骂 因为公司那时候非常的 那大家就一看到 你看我我看你 然后大家都走了 只有剩下我一个人呆呆坐在那 就是你 然后就对着我 我就讲了他对公司非常不满意的事情 那其实我一听 我觉得那是这种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没有做 为什么这么容易的事情 我为什么没有做 那容易不是因为我觉得 不是是因为我过去来自通信业 所以我一听我就知道 那个是通信的问题 那很容易解决 所以我隔天就帮这个大哥解决的事情 那也就觉得很好奇 所以我当时是 我不知道我怎么待下来 确实那个很 我就是 我也不懂司机的引人 也不也不也不懂什么 然后他讲什么我也都听不懂 那董事长也没有告诉我说 应该做什么事 那今天想来确实是 蛮有趣的一件事 那很多人就说 你可能待不了三个月 你马上要 可能要走人 我自己也这么想 我想说这个可能不行啊 但是没想到一待 今天来算起来 我已经 今天是9月3号 对不对 再过两天 95年 我就是 我应该讲待了11年 搞不是 民国95年 9月5号 来到台湾打车的 所以一待就11年 那我刚从这里跳来 就是说 那我来当了11年的 来了 从过去 我不知道什么职位 等于董事长告诉我什么职位 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什么 到今天当总经理 我莫名其妙 就突然当总经理 那我还想说我来到台湾那11年 我就突然间 在前几年我就觉得 我竟然连一张 计程车司机的证照都没有 这是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 那我一直觉得司机大哥 考证照 那时候很辛苦 然后很麻烦 然后很难 我就不懂 所以呢 我就去考了 这个职业登记赛 因为当时刚好Uber 就是抗议啊 Uber是个不合法的公司 司机是没有 一些相关合格的证照 所以我就说 对啊 那我是一个 身为一个总经理 我怎么能够没有证照 是这样的看进去 那也有大哥误会说 哎 你干嘛 你还来跟我们抢生意 所以你误会了 我不是要抢生意 其实我就认为说 哎 这样子 我就觉得一个念头 让我想要考证照 但是 但是想 这是一个很容易的事 考证照 对不对 全台湾八万多个人都考证照 我难道考不过吗 对不对 那我就想 我爸爸考了十次的这个 机械尝试 但是因为他不试制啊 我试制了 怎么会那么干 不可能 我也是觉得 然后我就跟司机大哥就 马上就 就在会上我就说 哎 我要考证照 就是这样一讲 结果我就去考 那因为我过去 我很早就有就有这个 就会开车了 但我开自用车 所以我在民国85年 我就应该是85年 70几年 70几年我就考 但是我考的是自 那要考计程车的职业登记证 他必须要符合两个资格 一个就是职业驾照 你有的职业驾照 才能够考职业登记证 那首先因为我是自用车 说我必须第一关要考职业驾照 那我就去考职业驾照 也没什么难的 这车子开了 我已经开了30年的车 难道职业驾照 有那么难考吗 对不对 大姐也在想 结果就去考 之后我才发觉 天哪 第一次考就发觉 我错了 为什么 因为考职业驾照 是需要考手牌的 那我就是考自牌 已经考习惯了 考手牌 那手牌 那你就要采离合器了 那我想 踩离合器 没什么了不起 结果一坐上这个 一坐上去 原来天生有一个问题 腿太抖 这个一踩上去 我还觉得糟糕 那个踩不动 不是踩不动 那个 踩不到底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 车子一直熄火一直熄火 在教练场练的时候 那你有 你有枕头 有什么还可以垫你知道吗 教练场练得很顺 一开是可以的 可是 到考场去你就完了 因为车子是要 开他的车子 啊这个考场的车子 那几十年的老车 那个已经 基本上 那个座位已经不行了 我枕头怎么垫都有问题 所以一下子去 还没有直线加速 就叫你下车的 因为已经踩到线 然后一直行 结果你知道吗 一考考了几次 考了七次 考了七次 就职业驾照考七次 很难想象这个 所以你说好不好考 不考考 那职业驾照一考过 我在想说 职业驾照考过 那么简单嘛 职业登记这 那就看就好嘛 职业登记这两颗嘛 一个叫做地理 叫做交通法规 对不对 就是考那个什么 你如果路边停车 会罚多少钱嘛 然后红灯不能闯过去 会罚多少钱 背就好了嘛 这有什么了不起呢 那还有一个地理常识 那你就难了 四五千亭 他考你一个说 内湖的运动中心 在什么路上 请问在场 你知道在什么路上 你看大姐知道 那个 内湖花市 在什么路上 对光路 错 错 错 你看啊 没考过 辛苦路山 辛苦山路 因为我考错 我考 我错 所以我记得很深刻 所以 结果我考两次 好我讲到这个 我总共考了多少次 九次 才考过 所以恭喜我 我在去年 我拿到了职业东西 那我谈到这边告诉各位什么 当然我必须要有一点点颠覆喉叫的时候 其实 当一个司机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不要看一件事情是容易的 所以当时我也在 而且我考不过 我真的不敢跟大哥们讲 我这样子丢脸的这样 每一年上台再回去 我今年考不敢讲 但是今年我可以很大一点我考过 但是考过的那一刹那 我确实那个眼泪都掉下了 因为我觉得真的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件事 所以我们都要以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就是不那么容易 所以其实 当我拿到职业登记这个眼泪 其实我对大哥大姐是打从心里面的佩服 那我想说我拿到这些东西 我为什么要拿这个 第一个我要了解 为什么考这种东西那么难 当然也因为这样 我就challenge这些交通部的官员 我问他说你考这些干 这现在谁在开离 开那个离合系的手牌 他说我就是故意让大家考不过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总量管制 他不希望太多人 因为怕那太多人 其实计程车的生意本来就不是很 已经很辛苦 他不希望让太多人进到这个职场 当然他有他的理由 但是我到今天我考过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上路 但我也很承认 我考完之后到现在 大概半年多了 我告诉你我还真的不敢上路 因为我担心我一上路可能会被客户 因为路不少 我必须要用导航 就像刚刚在回家的时候 你搞的秘密不秘吗 在停车上来 所以我必须要用导航 但是 但是 其实 在场的各位有没有试想 当你坐到一部计程车的时候 当这个司机用导航 你会认为他什么 不太专业了 会 会 你一定会觉得计程车司机本来就要很专业 我要到哪里他应该很快就到了 对 为什么他按个导航 然后路还走错 所以我就 从这里我要讲 其实 我这样谈 就是说各行各业 每个都有不一样 他的 我们都要去尊重他 但是 我一直谈到一件事情 我进到计程车产业十几年 我觉得 我以为我看到比较心痛的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 有些大哥 对他的职业基本上是 对他本身的职业他是不尊重 对他本身的职业他是 他是觉得 他没有办法去跟人家说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是一件我看到蛮心痛的事情 就是说 其实 一个继承的 因为 以我们这样看来 在场的大哥 大姐都在 其实 你去 你去算他的收入 扣掉你所有的东西 收入 绝对不会比一个上班族 基本上的金副理败的差 不会 而且他每天在送的客人 人生百态在看 其实他的人生历练 其实 不会比我们三班族 一个坐在办公室 来的 来的 来的浅 不会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一直希望去 谈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一直内心在想一件事 我如何让台湾的社会导致 能够自我尊重他自己的职业 但我还在努力 这件事情我还在努力 好 那谈到这边我再跳过来 就说 其实呢 我在进到汽车车 我过去也上班 我其实我今天这样算 我上班三十几年 但是呢 其实我过去的那一段 就是我在全宫之前那一段 我只是在上班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工作 能对我有什么意义 我只是想说 这个工作就是让我可以赚到钱 就这样 然后就赚了钱之后 就觉得 今天工作很辛苦 所以待会去买一些衣服 来找人 因为在靠上去 然后就这样轮轨 但是我到既然之后 来之后 我刚开始也是这种想法 我这么辛苦 你知道吗 但是 我说实话 其实侯教授 是我生命中一个 对我来讲 在职业当中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转类点 其实有一次 不明其妄 所以有一个教授 要来找我 怎么会工作 工作到有一个教授 来找是怪怪的 你知道 就来 他说我来研究 我说他这有什么好研究的 刚才开始 我没有想过 我的工作会跟 学校有关系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的工作会跟政府的 相关的法规有关系 那我自从认识他之后 我就觉得 其实 我的工作其实是 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每一个决定 或每一个决策 每一个改变 其实他就几乎代表了 台湾计程车产业生态的改变 所以从过去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幸运 在当时我进到台湾大车的时候 是从一个无线电 转型到一个卫星派遣 三区卫星派遣 到这几年 又从三区卫星派遣 直接跳到所谓的APP的一个平台 这是不太 就几乎我在这个计程车产业的十年 几乎看到整个产业的巨变 那过去看到是无线电到卫星派遣 就是几乎是国内产业的改变而已 那从Uber进来 就从国内的改变到 你很难想象说 这个计程车怎么会跟国外的 会有所连结 那从这句话也带到 就是说国内产业国际化 国际产业国内化 其实它现在世界是平的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下一个竞争对手在哪里 现在你看到的竞争对手 绝对不是未来的竞争对手 最可怕的是你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 所以其实 这就变得让一个商业的模式 就是变得很有趣的 我不管它是什么 那今天呢 其实我非常高兴 我刚才在跟 我要喝茶 其实我今天不是用 台湾大车队的总经理的身份 来跟各位谈 跟各位分享 我觉得 我是站在一个 跳开来 我是站在一个台湾 来看这个计程车产业整个的变化 我用这样看 但是其实台湾驶程车厂 我认为在未来可能五年时间 它不再是驶程车厂 它不应该只是这样 它的变化应该是会很大 那呢我只能说 在这几年 一直抓着这个时代的脉动 一直在跟 一直在进步 那当然 Wuber进到台湾来 对我们这个产业到底冲击了些什么 对台湾的产业冲击了什么 那我短短的利用我一些投影片 稍微在跟各位 稍微做这样的一个介绍 OK 这是这一期 这一期 这个 这个商周 对台湾大车的报道 台湾大车的报道 那他也很好奇 就是Wuber进到台湾之后 然后这个 在这几年对你 台湾大车队的影响是什么 那 其实Wuber没有离开台湾 到目前他没有离开 他只是转变了他 过去用计程车的方式模式 他现在进到租人业 所以他是用租人车来做派遣 他是用这样的 但到租人业他可能 他就没有办法像 他过去谈的这个可以 没有一些 这个 共享的一些闲置之难 就比较难的 比较难的 好 那其实在这里 我还是稍微短短介绍一下 然后我想 在场的大哥大姐 我就 让大家复习一下 好 其实台湾大车队 其实这个车队 我想那个 那个苏大姐应该更清楚 其实他台湾大车队 其实在民国九十年的时候 这个车队是存在的 就成立了 但是呢 历任了这个三个这个 这个经营团队都退出 因为经营不好 后来是在民国九十四年的九月 有林春田 就是我刚前 这个全红的这个之前的董事长 他来 成立了台湾大车队股份有限公司 正式接手 那 我是小辣江 那 这个公司的资本额是 大概四亿多 所以跟Uber现在的 全世界这个 未上市的最高市值 六百亿美金的市值 那当然差距太远了 太远了 好 但不重要的是 我们在做什么事 好 那台湾大车的总部 是在丁江街 那其实我们的分公司 从北大南都有 只有里岛 没有 好 我们现在的车台数 如果大小车队 一起喊起来 大概一万七千部件 每一年都大概 近成长的人数 大概一千多人大概这样成长 那我们这个 叫过我们55688的车子的 会员人数大概在五百六十万的人 大概六十万的人 那跟我们合作的企业会员加速 有两千五百家企业会员加速 那我们是在101年的时候的十一院 这个公司上柜 那这里虽然是小公司 但是我们是创全世界第一个 这个用计程车上市柜的公司 当时我们在上柜的时候 也蛮好有趣的就是 那些柜门中心的人 问我们说 你属于哪一类 因为找不出我们是哪一类 因为没有办法比较 那就是我们是104 我说不是104 那你是什么类 所以后来编在其他类的其他 所以我们是这一类 好 那呢 其实我们台湾大概也是一万七千个人 大概市占率大概十九点多 我就把它四十五路成二十个比赛 那当然最主要还是在大台北区 我们大概一万两千个司机 好 那我想这是我们过去谈的三具卫星 就是说每一部司机车上有一台车机 然后客人就透过你的手机打电话 到我们的call center 然后透过这个 这个三具卫星 GPS GPRS GIS 这样去每一盒找到客人 最距离他最近的一部车去做开情 那谈到这边我也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从过去的一代车机 十几年前的一代车机 二代车机 然后到三代 现在四点五代到五代到六代 那我想六代就是最后一代的车机 那我也跟各位报告 其实也跟在场大哥大姐报告 其实现在我不再用车机了 我们已经大概在年底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把车机改变成 是用smartphone手机来派起来嘛 那其实现在有多元化的计程车司机 已经用这种方式了 那只是因为小黄的司机 他的派遣模式比较复杂 所以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个人即将是要淘汰的 好那当然 这句话呢 其实是从十几年前讲到现在 我想大姐应该很熟悉 以前我们就讲 人在做天在看 当时 那我想我们是 把所有的路径轨迹 都可以留在我们的这个派遣系统里面 但是呢 我们派遣系统其实 花了公司不少钱了 将近快两亿多的投入在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是一个 唯一全台湾 我们可能想做得最完整 就所有的路径轨迹 都记录在里面 那我稍微一点点更正 侯教授 你刚刚那个资料可以在哪 我再给你更正 想着始终 其实我们一年不只派 四百多万汤匙 那资料 嗯 必须要更正 其实我们这样看 我们一个月 我们在上个月 派遣的汤匙 就是汤匙 是四百九十万汤 一个月 这含电招跟陆招 那我们现在电招跟陆招的比率 在大台北区是大概五十五十百分 就是五十的陆招 五十的电招 这个可能大姐可以 大家可以印证一下 那中南部就更重 中南部是电招的比率 比陆招的比率更高 大概六四 不是 电招就是他利用 可能APP 利用电话 或者对对的 全附近 所以透过物理 又把他派出去了 那陆招就是他完全没有 就司机在大 大哥大姐在路边 他就有客人就攔他的车 大概这样 所以我们一个月 不是一年是一个月 一个月大概是这个数字 那为什么我们非常清楚 是因为每个司机的后头枕部分 有一台MID 就是客人一上车 我们就路 马上就监测的到 所以立即不知道tons 但是呢 有一个数字也是稍微看 那这是平均 就是说 平均一个大哥 一天在的tons 是大概在13tons 平均 那13tons 如果大哥大姐你是不止的 为什么我说平均 就是说 有的人他跑车 可能兼差的 有的人是全职比较长 那我平均是13多tons 平均 平均13tons 那呢 以这样来看 一tons 我在说 有一些资料 一tons大概是230块 230 400多万tons 到将近快500万tons 所以一个月大哥大概 整个的收入 大概11亿 在台湾大社队 所以你的400多亿 是应该是 因为我们市占率是大概20分 可是我们占了三分之一 是有可能是 是因为台湾大社队的 实际的收入是比方高 这样看 大概 因为我是从我们的数据看出来的 看出来的 好 所以这就是230 所以我想我们的资料是非常完整 记录在我们的data里面 所以又会也会有一些 这个警务机关希望透过我们的这些系统里面去 去找到他想要找的资料 只要工我们就必须要配合 当然在这些路径轨漆里面 也帮了大哥很多的忙 就有的大哥可能被抢劫或者被劫死的时候 我们可以立即找到达成一次用这样去找到一些司机 好 好 那刚刚提到就是说 其实 这是一个 资料 其实这里我再update一下 因为这个资料还不够行 因为 因为才刚刚3号 我现在看到数字 其实我们现在自动化已经大概92% 92% 那92%的自动化里面 其中手机APP的部分 我们自动化里面就占到将近50% 所以他是非常快速的成长 尤其在Uber进来的这段时间 包括他在2月份退掉之后 我们的那个速度更快 所以其实他已经变成一个趋势了 所以为什么我就说 Smartphone手机已经颠覆了所有在一般人的这个行为的模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你看到这里这么多的轿车的模式 但是现在目前是这个是最 最多的 最多的 OK 好 那讲到APP 哇 那就非常非常的特别 那其实我应该这么讲 如果进到台湾 包括刚刚侯教授讲的时候 他非常棒 他这个一个APP就可以全世界通用 全世界通用 那当然会对某一个在地化 会做一些客制化的改变 稍微一些改变 他模式整理模式是一样的 好 那当时 其实APP 我其实 我成立的非常早 我不是在 不是在这个 这个 Google进来台湾 我们才做APP 其实我们 这个APP已经将近快五六年前 我就做APP了 当时我没看到这样的趋势去做 但是 有人说 啊你的APP好处杂 你不能像Google一样这么简单 但是因为我们跟他的模式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但是呢 我们这个APP也一直在改变 从一代二代七点到五点零几点 我们在预计在下个月 我们要推出APP的七点零版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做了七个版本 好 那呢 当然Uber进到台湾来 让我们做了很大的改变 那也不会言的 其实从Uber身上 我们学到了 怎么样让我们的APP更 更友善 更亲民 更快速 更容易做到 所以我们有包括 以事物的协讯啊 分享路径啊 还有信用卡榜 好 那我再谈到这些 我再讲就是说 其实刚刚提到 55688 其实我们就我们的资料来看 有 我们有560万个会员 会员 就是叫过568车等路的 但是呢 真正叫这个用APP 下载APP的人次 已经破300万人次 到前两天到八月破300万 就下载我们的55688 那呢 我们的活药人数 一个所谓活药人数就是说 一个月有加 下载是下载的 那但是一个月一直在轿车 上个月有活药人数有将近60万个人 一个月 OK 好 那呢 用信用卡榜定 就是这些活药人数 然后我又用信用卡榜定的 也二十几万个人 好 那这里说到什么 其实我想Uber的影响是很大 从Uber过去还没来到台湾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信用卡 谁要用绑定信用卡 直接信用卡也付掉 那我们从去年的下半年度 开始去慢慢推 到今年 我们这样看 就是去年的下半年度 我们一个月的非现金交易 大概在两三千万左右 到上个月结束 我们几近快两亿 五个月 好 这个一个改变 所以我就说 其实 这时代的变化不一样 那客人为什么要这样用 他觉得很方便 那另外也看到客人对 台湾大悬有信任 他觉得说绑定 他觉得安全 所以我们在客人的资安 跟信用卡这一块 我们是做得非常完善 那当然 在网路上的交易 就会产生一个东西 叫做维卡 就是说我可能线上交易 我可以否认交易 就我可以否认了 就我可以交易 我说我没有做这一趟赤车 那从刚开始否认交易 确实会一个月十几万的 十几万的钱 他说他否认 但目前我们已经变成各位了 大概几千块 所以我们在线 我们是非常完整 但是我们对大哥大解释 只要他确认 我们不管客人服务 我们一定付费 所以我想这一块是很重要 很重要 那我顺便提到 所以你看 所以呢 Woofer在 他是做信用卡绑定 所以局限在信用卡 那台湾大车队 从信用卡到现在 他已经非常多元了 这些通通都是 所以连第三方支付 接口啦 这个欧富宝 这些全部都是 悠悠卡全部都是 所以他变得更多元了 OK 那包含了企业用户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 企业用户有2500家的企业用户 那我们现在也在推 企业用户让他变成 一化五指化 不再写这个 那也在保护司机 因为为什么 有很多大哥 因为签单 所以他拿着签单 那签单放在口袋 有时候一袭就不见 我有忘记 但是这个就不会 一化之后就变成是 我现场马上坐车 资料就传到后台 所以大哥大姐今天算了 我们是完全在仗仗清楚 而且有些是这样 大哥他如果忘记来请款 签单没有 我们没有办法跟企业用户请款 那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就一化了 直接我就把资料就倒过 那企业会员也因为 立即坐到车 他马上知道 他们的公司 某一个部门 某一个人 今天坐了多少钱的车 马上当下会知道 那也改变了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说 有些公司 他因为用企业会员签单 那因为签单 所以这个时间是可以乱写的 对不对 礼拜天就像今天坐车 他可以写礼拜一坐车 但是一化之后就不会有这个 因为他的系统时间是完全 而且在从哪里坐车到哪里 这是完全被系统记录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颠覆 当然这里我们也 所以你看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 这个还 这个已经 我昨天没有来不及改 这个其实也改变了 这个已经变成是 这个 这个画面已经改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你看他 这个车支多少钱 他这个有一个画面 然后我们现在是更多元 那其实我应该在月底 应该在年底之前 我还会做一个更大的颠覆 就是刚好大哥大姐在 我就顺便讲一下 就是说 现在就是说 你要用非现金支付呢 大哥大姐要在车机萤幕上输入 车支多少钱 因为这个计费表 跟他的车机是不连线的 所以300块 司机大哥要按300 然后再传到后面的这个萤幕上 那我觉得很麻烦 大哥他要做这个动作 我们现在要改成 表要跟车机联 联动 然后跟后面 所以表跳多少 这个金额就自动联动 所以大哥是不需要再输入 就不需要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不一样的改变 不一样的改变 那下一个 好 那我想车上有一台 这个多媒体7 这台多媒体7 那目前是第二代 那最主要呢 当然不可会员 台湾大车是一个 也是一个营利事业当会 所以呢 他也透过这个多媒体 再做一些广告 但是呢 做出了做这些 包括刚刚看到的画面 就是车支多少钱 后面就会呈现多少 这也是一个有别 你看那个机会表的萤幕那么小 他这样可以直接联动 但这个多媒体7 未来以后我们会再改变 这是第二代 那应该明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会推出第三代 那也会更不一样 他会变成是有一些 不一样他会 包括是Wi-Fi的功能 还有有Bitcoin的功能 还有包含了人脸辨识这些 我们都会去把它拿进去 那也会提供给客人更精准 不一样的东西 会在这里面出现 会在这里面出现 目前现在在运作 我们是在好再往下 好那呢 谈到这些我想 Wi-Fi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蝙蝠 因为来坐廊车下车 我会给司机这个按评分嘛 这评分好不好啊 可以给按 那台湾大车界过去 有一个叫客速专写 你如果做到司机大哥服务不好 你就打电话到55688 那我们就客速回去做记录 那也依照这个记录呢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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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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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 但是长期来 台湾大车却在10年来 也因为对世界品质有所管理 所以才有今天这个乘客对品牌的这个信任 但是呢 Uber过来确实颠覆了 那我这样讲 其实过去 刚来的时候的前两三年 我曾经跟董事长谈过一个概念 其实也不是我谈的 是车队里面有一个叫 这个这个叫叫叫叫王鹤婷大哥 他跟我讲 他说既然这个我们的司机不应该这样 我们应该分等级啊 有优良的有可能要分 所以一个好的应该在有一个logo是好的啊 就跟一后两件车的 或者其实有点大 我觉得应该给他 但是当时我们的董事长是否认的 他觉得不应该 他觉得司机确实应该同样提供给客人就是最好的 确实也是对 所以当时我也没有这样推 但是Uber是完全颠覆了这样的概念 但是呢 你说这个星等平分 平大哥五星四星 我们刚开始有这样学 但学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说人是很主观的 就说你平他五分 跟四分有什么差别 跟三分有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四分三分五分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就依照这个来去的记录 所以因为这样有了一些数据的分析 那我们过去就是不好的嘛 就是不好的 就是有特数我就特数 然后再来停接啊 那我们现在改成这样 我真的是说明一下 大哥大概就在这边 其实如果你 我们现在我这样先分享一下 我们刚开始推这个东西 一个月客人在评分的次数上 大概八千次 第一个月推出来的时候 大概八千次 在今年的大概二月份 推出来第一次 八千次 到上个月结束了 所以今天很好 刚好都是八月份结束 有将近快五十万次 五十万次 五十万次 五十万次啦 不见得忍 因为有时候他做很多次错 五十万次 好 在这里我们过去是用五星四星 就这样 到我们现在改了这一番 就是说在上上个月才改 七月份才改完 就是说我们这里会分嘛 四季里面 恶劣 很差 不好 很好 優秀 我们分这 这就比较清楚了 对不对 比较清楚跟你四星五星 好 如果你平这个大哥很优秀 我会问你 我希望我会问你 他哪一方面很优秀 我们就分了几类 但这些类别是因为 从这些数据里面 就分析出来 是大家的服务态度很好 车内环境很干净 或者乘车很舒适 舒适就是开车前很舒服的 或者付款他觉得很方便 或者司机他很准时 或者通通都好 都很好 那如果你平大哥不好 那他在哪一方面不好 我们也依照 如果你平他不好 但是你没有去平他这些 去勾选的话 我也不会去把它做记录 因为我觉得那太主观了 好 那也因为这样评估这些 那我们的数据就变得非常容易去做 所以我在去年下半年度的时候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部门 叫做数据分析的一个部门 他专门在分析公司的一个 相关数据 包括轿车的客人的行为这些 我们从这些里面 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也透过这些数据的分析 可以去矫正司机相关的行为 如果一个人说他态度不佳 我们不会认为他什么 但是有很多人不同的客人凭他 所以我们会把这里再分类 假设一个司机被同样一个客人凭他好多次 那我们认为这是只会算一次 对 我会这样把它分类 那如果凭他恶劣不评分 不评下面的项目 我们也不认为才分 那也凭他优秀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 哦原来这个司机大哥他好在哪里 那我也会这样断定 慢慢我们会改变 可能我不再做每个月的上抗了 朋友大哥不用上抗了 可能会慢慢改掉 所以也会节省很多时间 那这个透过 上抗就是他每个月要回来 可能要检查或者什么东西 大概是这样看 那所以这里会变得不太不太好 包括说设备一场 我要刷卡 但是设备一场 就马上立即会知道 原来这个大哥 他的车上的东西是坏掉了 那当然这是一个 我想多媒体机里面包含了这个 MID里面的线上线下的一些相关的服务 包括精准的一些行销不一样的东西 这些就是我们的to life 这些是跟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 产业去做一些不一样的活动 那我们在车 那我们的车 车队里面还有所谓的团购 那说到团购 其实我们这样来看 就是说其实要经营团购不那么容易 真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量数没有像 像外面说家乐福那些量那么大 那你如何卖的东西 能够比外面更便宜或者很有 是不太容易的 但是可以透过所谓的广告的交换 可以基本上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就是我们这样来看 好我们这样来看 好那包含说这个维修保养厂 也是用这样的概念 好当过去呢 这个小黄的车子 车款车型会被限制 现在在这两天完全法规上 几乎什么相似什么型的都可以 所以这个就更不太一样 好包括这个我们也经营了 所谓的假期载 那谈到这边 其实台湾大车队其实是这样看 我这样看 我刚来到台湾大车的时候 几乎就是司机 透过司机这一段 那我们最主要的收入也是来自于 几乎百分之九十就来自司机的 这个月租费派遣费这些 到现在已经衍生成了 大概我们分为六个派图来看 好就是司机端 我没有衍生了哪些业务 包括说能够除了司机的载送行为之外 包括一些微搬家啦 带酒驾啦 包括说这个人力派遣啊 快送啊这些把它衍生出来 那包含这个车辆 司机的车子上面这个车子有维修啊 买卖车子 包括这个每一分每一秒 传回来的这些数据 这些data的数据 我们如何能转换变成 跟一些相关的 包括现在的time time 都跟我们合作 要给他一些相关的data的数据 包括车身的广告啊媒体啊这些 包括我们的call center call center过去呢 我们是服务大哥 就是60666的线上服务 还有客人打电话556爸爸 从过去我刚来车队的时候 300多个人到现在 已经大概70个人不到 70个人不到 因为92%音自动化了 所以呢啊这样的人我是怎么样去安排 所以我开始就帮忙委外的一些服务出现 所以我的call center 已经正式在帮外面的服务了 外面服务是什么 就是像富康巴士 就是我们来派钱的 包括前两天又得到一个案子 就是台影 帮他接call center 好就开始了 好 那包含我们现在内部有一些服务 就像带酒架 有的人喝醉了 他们不会用APT的 所以就人工来协助 包括旅游 就可能他会问的比较 所以我已经把call center 提升为一个服务了 变成每个人几乎都是业务人员了 那我也让call center 变得定位他更高了 就是所谓的客数 真的客数的现场处理 不再只是简单的接 你要去哪里 这种会变得没有 所以call center的人 就变得更专业的人 这样子 好 那在陈克刚刚我们衍生的更多 这是我还没有把它加上很多 但我可能再稍微说明一下 好 那谈到这里 所以我谈到就是说 其实 我刚提到就是说 我们下个月开始 就有一个 这个55688的APP 是最新版的 叫7.0的最新版 那7.0的最新版 我们已经开始把自己 台湾大罪订入 我们不再只是一个基层车 而是一个资讯 媒合的生活平台 这是我们开始在走的不一样的路 好 那呢 其实 台湾大罪在这几年 我们并购了一些东西 包括全球快递 一个摩托车的快递 那还有最近有台湾大型 所以我们希望变成一个生活大管家 既然车型的部分只是实际住行的其中一方 那我刚提到我们有500多万的会员 300万的APP的下载 有几十万人是绑定费现金交易 就不止只有信用卡 包括这个 这个 什么 接口这些 所以我们希望把他的生活链给串起 这是我们现在开始在做的事情 好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多利用四季大 其实刚胡加兽分析的很对 所以说其实计程车空车率是在70% 时间啦 70%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补足70%的那个部分 所以包括旅游啦 包括酒驾这些 我们希望中文能够提出一些不一样 所以呢 嗯 这里就是所谓的全球快递 这是又一段 一段 因为我们认为就是说 其实 最后的一里路的递送 最后一里路的递送 有人有物 有四轮有两文 都会出现 都会出现 好 那呢 有些东西可能用计程车去递送是比较好的 有些东西可能用摩托车去递送是比较方便 那这里也谈到了所有的共享经济 这里 也是一段 所以我们在 现在我们也开始在布局 包括全球快递是要布到全台湾都 建设的都有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精湛 就是我们的维修 从过去服务台湾大车的实际的保修厂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 扩展到有全省有四个会保厂 一个月呢 维修的车量数有将近快四千多的车量数 那在五谷的部分是最大大的占地将近快两千坪 那修的就不自在只是是计程车 那当然 谈到Uber 那 嗯 这里衍生到就是所谓的这个Uber 走 Uber退出防射计程车 然后跨到这个租人业之后 那政府也就英文账 所以台湾版的Uber 所以呢 就所谓的 寄出了所谓多元化计程车 那多元化计程车 其实就是计程车 对不对 好 因为后面有三个叫计程车 但是呢 他只要 你去想到只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计程车它是防射的 多元化计程车就是 不能是防射的 就这么 你就会简单这样分 它就不是防射的计程车 好 那既然是这样 它的外观你几乎看不出来 它是一部计程车 所以它就少掉了路边 可以寻回染客的机会 就这样 你去看看就是这样 它就少掉这一部分 可是它完全需要靠的就是 所谓的APP教程 那呢 付费呢 就完全需要用非现金支付的交易 来去做房间 大概就这样 好 那车款呢 就由司机来提供 你要什么 所以包括商务型的九人车都可以 九人座的也都可以 豪华型的 舒适型的 那也依照这样子 这个价位上的定位 就各自不同 但是它有一个底线 就是它不能比计程车更便宜 这是它的底线 大概就这样 所以呢 台湾大车目前大概有200部的多元化计程车 大概就这样 好 这也是一种商业不一样的模型的改变 所以呢 其实讲到这边就是 其实 我讲这一家公司 就从过去的我们的定位 台湾大车队 从一个计程车产业 它已经变成它是 资讯流 金流 物流 数据 那呢 我在谈到这些 就说 好 那司机呢 一个月目前有2亿的非现金交易 那呢 到目前为止 他要领这个钱 就是要回到公司来领钱 所以我的柜台需要准备很多的钱 然后他回来就 他就会 不太高兴 是因为 我还要浪费一段时间回来领钱 然后又要排队 那呢 那我就说 那就会到大哥的帐户 那不见得每个大哥大姐都有帐户 不见得 所以我们也很苦恼这个部分 但是呢 我们在下个月应该第四季开始 我们就会有一个所谓的 用APP的方式 让司机大哥可以做一件事情 所谓的 他会有一个虚拟的一个 在他手机里面叫 对眼卡的一个账号 虚拟的一个账号 那这个账号给他只有 这不是银行账号 这是公司给他的一个 所以他每一笔的非现金交易 只要他一收完 立即就会在他的账号马上出现这一笔 所以明细都会非常 就非常清楚 那这个账号他有几个选择 一个是 他还是可以回来贵台领钱 但是他领钱的速度就会更快 他不需要有单子了 他就直接拿着手机一打开 多少钱 他要领多少钱 我立即会知道 马上我钱就准备他 所以不用再去对了 因为他已经对完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件事情 他也可以透过这个账号 去转 他如果今天我要缴月租费 缴公司的钱 他可以用这个直接去转 我要缴月租费 他可以说我要存在某一个户头 我也帮他可以转到另外一个户头 由他来决定 那另外一件事 我也希望把他这个钱可以转出去 他必要的一些消费 那我们现在在想说司机大哥除了这个 我在想 当然大哥大姐也可以稍微看看我这样想话 到底对不对 就是说 其实大哥除了这个要夹房贷 这是一件事 这个我没有办法去处理 但是呢 他最重要的车贷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加油 一定要加油 一定要加油 加油几乎大哥 如果大姐你再跑到一个月 你要大概五百公升 四五百公升一个月 如果有正常在跑 四五百公升 所以要加油 所以我也希望跟加油站谈好 就是大哥可以直接去加油 利用队员卡的那个账号 直接就去加油 不用再付钱 不用再付钱 直接可以提掉 他就不用回了 包含说他可以到一些超商去 如果你超商你要去买个饮料啊 干嘛 可以直接用那个钱去付掉 大概是这样 那就会更方便 好就是 你看 那客人端呢 他有了一个手机APP 然后他有绑定这个这个信用卡 但是我也希望 他打开这个APP 不再只是一个轿车的工具 所以我讲的是 国人生活密码 实际出行都可以 我在九月份 会第一波先做 就九月中以后 会先做第一波就是 我跟全家合作 就是他手机打开 他在他附近的全家 就會出现 这个手机APP的地图 就出现他全家的 第一线先做的是 他可以把他的衣服 送到全家去洗 他可以输入他 在全家里的 那个操作的柜台 输入他 我给他的特殊的代号 他就会比一般正常的品 好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 那这是第一步 那接下来就很多 实际住行都可以做 那当他有了这些优惠 过去他就想有八八折 而是干嘛 这些优惠 在刚开始出席 我是优惠给他 但是我希望未来以后 是把这些优惠 再把它转成 他下一次叫车时候的 这个出资金 那这样子他下一次坐车 他的这些优惠 那我本来就要去钱加消费 或者我要去金石堂买东西 那我本来就要去买了 那有这些优惠 他就会转 那下一次我叫五六八折 他可以更 他可以变成 坐车的优惠的钱 这个就是 马云潭的这个 羊毛出在狗身上 竹籃 那这样最后的获利 司机大哥 就会更多客人的凝着度 就会叫车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让客人优惠 坐车可以不要勤 但是可以透过这样的转法 那就会让客人 有更大的优惠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 当这是我们现在 很重要在第四季 台湾大队要做的事情 那其实也没有 到底九月份开始 就慢慢一步一步一步 再来做 大概是 大概是这样 好那 我谈到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就刚提到 其实台湾的不再只是一个计程车 我们不再只是一个计程车的车柜 那也谈到 为什么这样放眼就是 我们看到 就是说 其实这个时代的迈进是非常的快 那当然 侯教授谈到的 就是共享经济 可能未来以后 不见得是 计程车 煤盒 或者是 自用车 当然都跟法规还是有些关系 还是有一些总统的关系 但是 我也认为 科技是逆不可打的事情 就是一定会 包括 我们再谈到无人车 其实搞不好十年之后就有无人车 那我们也谈到 新程车 台湾大车未来的下一个十年在哪里 所以我们一直在布局 就是说 其实我们应该发展成一个 以人为发展中心的高科技生活产业 我们一直在思考 就是说 真的如果有那一天 那 人跟人间 递送的最后一路应该是什么 包含了台湾大车队存在 台湾的市场价值是什么 还有就是 在场的大哥大姐 包含在外面的世界 他存在的价值又会是什么 下一个又是什么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思考 思考的 但是呢 其实 嗯 我这样讲就是 改变并不可怕 好 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 台湾大车会 一路的改变 其实 都要颠覆很多事情 包括Uber 来到台湾 很多人当时都问我 Uber哪里 对你们影响是什么 你们下一步怎么做 到今天我这样倒过来看 其实 Uber的这样的影响 其实 我们确实改变了 那 大哥也 也在做改变 不管管理啦 或者使用的工具 这些在改变 那 我觉得改变不可怕 是 你的思维 有没有跟着这个 时代的脉动去找到 你真正的存在价值 所以我一直在把这个话 又回回来 就是说 我来车队都是十几年了 我觉得最心痛的是 有些大哥没有找到 他真正这个工作 对他的价值 还有他对他自己对社会的价值 那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科技可以取代很多的改变 但没有办法取代的是 人跟人之间的温度的地上 那是有办法 但那是什么 我们还在找 那是什么 我们还在找 当然 呃 当然 如果今天来看 我是来自产业界 不管是历任吉他化 或者是 都在追求 都在追求 但是 另外一个就是 呃 其实 我很清楚 就是保持有 互利共享 これ 互利共享 这件事情是存在 一个公司 能够长远的 他一定要互利共享 好 這是我看到的東西 那台灣大罪一直在創造一個東西 當我來到車隊三 應該十幾年了 我每天都在想一件事 就是創造三贏 乘客一定要贏 就是我的客戶一定要贏 如果他不贏 台灣大罪是沒有存在價值 司機加入車隊的司機 也要贏 司機加入車隊的司機 如果他不贏 車隊沒有辦法存在 客人沒有辦法服務 那公司也要贏 如果公司沒有獲利 公司是存在不下去的 沒有辦法做的 但是這種東西有時候是 是敲敲板的 那我是一個專業經理人 哪邊贏太贏都不行 但我也知道這種是一個 一個 我認為如果說 我當一個總經理 最難的地方是什麼 我會告訴各位 就是創造三贏這件事 是我最難的地方 所以我就說 改變不可怕 可怕是 你沒有在改變當中 找到自己的定位跟價值 那我不知道 我今天坐在這邊跟各位談 十年之後的改變 我會不會一樣在這個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都樂見這些所有的改變 因為這些改變是你不可逆 不可逆 但我也認為 市場上一定會有一個隱形的手 他在操縱那個平衡點 太過他絕對會有問題 暴動顛覆一個國家沒有 重新來過 還是會 是 這是不變的法則 這是從有宇宙以來 都是在 所以我是覺得 那一件事情 一定要把自己顛覆掉 一定要把自己顛覆掉 所以我就說 我有一天 我一定會開車子上路 我一定會模擬把自己顛覆掉的 那種感覺是什麼 當在遞送那一路 除了我在遞送過去的 我如果在一個世紀我存在 未來以後的存在價值在哪裡 當找到那一點 其實就找到價值 當找到那一點 你永遠不會被取代 所以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來聽 尤其我很高興在場的有大哥大姐 來聽 那也是講到我這十幾年來的 一路心路歷程 那也謝謝 何教授給我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也謝謝 這個在場的這個天下 給我提供這麼好的一個時間 那我把這樣的一個機會 重新做整理 也希望在這個語科當中 跟大家一起學習 謝謝各位 謝謝 我必須要講 今天我們總經理是非常真實的 每一句話都是非常真實 而且沒有保留 沒有保留 這個是我覺得做一個經營者最難的 就是他那個初心怎麼一直維持到十幾年後 那我想時間的關係 我也很希望可以開放一兩個問題 讓大家可以請 請教我們總經理好不好 不管是在場的或者是在網路上的 我們都歡迎 好 這個我們那個 林章 來 對對對 好 林章 林章讀過我很多天下獨立評論的文章 所以他應該 我每一天都要讀 所以 不過其實我剛剛在 非常謝謝總經理 其實我覺得您今天分享很動人 就是很真實 然後是從你自己的生命 就是跟GI開始 我剛剛一邊在聽的時候 其實我就一邊在想 就是我自己的那個搭計程車 其實我搭計程車的時候很喜歡跟計程車司機聊天 然後特別是今天一來的時候 其實就看到大吉 就想 就是有 我每次搭到女生的那個司機的車子 我都會很開心 而且都會跟他們聊說 你為什麼會開計程車 你開多久了 然後這件事情的起心動念 然後我同時也會關注到就是 我之前其實在會關注外電 比如說我幾年前莫斯科曾經有一派 他們有一種計程車是叫粉紅色計程車 就是他就專門服務女性 而且因為好像那一段時間犯罪的狀況很嚴重 所以他們就是生意很好 就是大家都指定說 女性就是要搭女性計程車司機的車子 因為他們覺得那是一種安全 可是我剛才聽您講就是 生活大管家這一塊的時候 我就想到其實台灣現在很大的一個議題 就剛剛侯老師有提到的長照 然後長照的這個議題就是 就是兩塊一塊就是 其實富康巴士不好叫 所以老人家如果要去看病 那子女又不在身邊 那怎麼樣是可以安全的遞送 從家裡到醫院這個這一段路 而且陪伴他的其實是可能是外傭 所以外傭的中文不夠好 他可能不會用台灣大哥大的APP 那他怎麼樣可以完成這一段 就是然後另外一塊是我也常常聽到 很多的外籍朋友 因為我們認識很多移工 他們就會說他們禮拜天出去玩的時候 特別是很多在工廠 可能在林口或桃園工廠 他們出來其實沒有交通工具 一定要叫計程車 常常都坐到很貴的計程車 他們說那個都沒有要表 就是一趟直接跟你喊價多少錢 所以他們自己後來中文比較好之後 就會覺得他們從裡面好像都被騙了 是一千塊是一個人一千塊 不是一趟一千塊 他們就說怎麼可能會一趟四千塊 這個太誇張了 但是因為他們其實中文也不夠好 所以我剛剛就在想說 其實在這種科技高高度連結的時代 然後包括就是你們一直在做自我優化 其實在生活這一塊就像你剛剛提到 就是說這個行業需不需要存在 我覺得他其實還是非常重要 可是他在以人為主體的思考的時候 可能就是可以變得有更多更貼近整個社會的需求 而且這個需求目前看起來可能還不是那麼多 但他可能在未來的五年十年 在我們的人口老化更多 然後更多的長照 其實透過移工來協助的時候 也許那個他就會出現 這是我自己的好奇 就是對然後另外一塊就是我們看到東南亞 有我們之前去東南亞就有做過那個Grab 所以知道他們的Grab可以做很多事情 現在發現你們也開始朝著這個方向 對不對就覺得很棒 好 其實謝謝你問到非常重要 你一問就有好幾個問題點出來 其實我剛剛談到生活大廣角 我剛剛一直提到就是說 我一開始在思考 當然這裡思考是有點跳得比較遠 但是我想因為今天剛好問到就代表 其實我也在未來佈局十年以後 這個計程車包括大哥大姐未來以後 他會怎麼變 剛剛提到也有長照 對不對 現在可能你還看不出他的觀念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在載送的最後的那一里路的載送 不是只有只有車跟司機 他好包含一些成分是不可被取代的 所以為什麼我把生活大廣框上來了 你看你在地送就像這樣喔 我有老人對啊就是 我老人家很多現在社會年輕人 就像說我們爸我媽媽可能都 那你要送媽去醫院看 你可能要請假 那外用去又聽不懂了 那如果他是有一個人 能夠陪伴他過去 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沒有辦法被取代 就是APP這些是沒辦法取代 那我現在的生活就是在養成這一 慢慢慢慢去找到我們之間不一樣的 但這是這個 這個是需要被改變的 好那當然談到這邊 當然我在婚姻就是說 莫斯科包括印度 也有那種女性專程 就是我要叫計程車是女生 因為尤其印度強化案件這樣 那其實這個早在幾年前 也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我們車隊我認為是不需要的 然後我不知道大姐是怎麼樣的 那個我覺得不需要 另外一個我們 我們的大姐其實不會說男生的 空手道道很多 沒有就開玩笑 其實我認為台灣的治安 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而且我剛剛提到 我有這些衛星派遣這些是去監控的 而且這個是客人進來是 他是有電話 包括我們現在的手機下載 我們都有認證 包括現在手機綁定線 我都會知道這真的是你本人 那過去有一段我不太 那在過去前幾年我不太認同是 我也擔心 因為萬一如果我要叫女性 真的女生哪 結果坐車的是男生 對我很擔心的 我還是覺得避免掉 所以我不認為是可以 但是這個國情不同 當然聽到這邊你剛剛說 外人都會坐車然後被繞路一個人一千塊 這就是我對台灣覺得在計程車裡面最痛心的一件事情 台灣有八萬六千個計程車司機 但不代表八萬六千個從業人是這麼少 搞不好是九萬個人 其中有一些人是 就是你也搞不清楚他是誰 對你看嘛 車行有十億萬張對不對 那車行不是賞光 然後我說欸那你能不能 你來開門讓我計程車給你 然後那我直接登記 就隨便拍一拍 李雄出的也可以放上去 他說有多少 那我說為什麼會非常痛心的一件事 其實剛剛這個 如果我得罪到這個政府當局 那也就不好意思 我就只講 因為我已經講很多次了 就是說 台灣的政府法規對計程車產業的限制是很多的 如果翻開來講 他其實的嚴謹度是比全世界幾乎不會輸人家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台灣計程車沒有下車條款 司機 就是說就像我一樣 我考上計程車這樣子 我跟你講 我只要不要殺人 我幾乎可以開一輩子 我這個證照有一輩子沒有問題 除非我七十歲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每年職業登記證要去檢驗 那檢驗就檢驗啊 就檢驗你拿去他就給你蓋個張 我認為這是最大的 為什麼會有台灣一些民眾對計程車的印象不好 所以在Uber更盛行的時候 很多人說台灣計程車就是這樣啊 不是每一個計程車司機都這樣 只是反正計程車就是等同黃色啊 黃色等同計程車 最重要是在那裡產生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其實台灣的政府應該對這些要有一些限制條款 可能醫美 所以我一直呼籲啊 為什麼 當然我不是 當然這個講法就已經倒該計程車了 因為我從事這麼久 我覺得台灣的政府應該 但這APP也這麼盛行對不對 他應該 我只要是一般的民眾 我可能可以下載一個東西 或我有一個APP 我只要在路上看到有一部件 我坐上去 我可以用APP來去記錄他 我坐上來一部車 這是可行的吧 對不對 這怎麼會不可行嗎 對不對 這部車怎麼會不可行呢 車牌號碼 我一登入我就知道了 對不對 然後我一下車我也可以對這個司機做什麼 評價 那這些資料政府收走 當你評價很差或幹嘛的時候 或者他就說 他可以去做一些管理 這樣是不是會讓一些不當的東西 他自然變少了 但我講這些對我們台灣不會有好處 對不對 我業者最重要是不好 我們最好 那我是看到這個 就是最主要就是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一般有很多 就是計程車台灣的八年就是稱之不齊 最主要是這個問題 如果這個去解決掉 就我認為這個問題會很難 現在台灣的政府是限制進去 沒有把它踢出來 這個跟我不能講大學是 好 考完考出來很難 我不能這麼講 但是有一點點是 所以說其實限制很難 進去考十幾次幹 這沒有必要的 這沒有必要的 反倒是怎麼樣 在這裡的人 你進來反而鼓勵一些好的人可以進來 讓這個產業會更好 但是在這個產業不好的人應該提掉才是對的 但這個要很有魄力 當然我也跟幾個有相關在關 然後說這個怎麼樣 抗營 這是最麻煩 但我們現在也一直在 那我說政府不能做 那不代表各縣市政府不能做 所以我們現在跟像台東 像台北 我們有一些建議 那如果他們聽進去可能就會做 那你先去做 所以這大問題在這裡 所以讓有些大哥他就覺得 其實有的大哥很好啊 為什麼一般的人會印象最重要 我認為是在這裡出現最大的問題 那如果這個是台灣政府可以去做改變的話 那其實台灣計程車才有什麼不可取代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看 就是說在日本 為什麼Woofer進到日本那麼難 如果進到日本 是跟當地的計程車產業合作的 他沒有去做什麼那個自用的 沒有啊 為什麼 因為當地的民眾 日本的民眾認為他們的計程車是最棒 根本不需要 就關鍵在這裡 關鍵在這裡 好 所以我回應你 沒有問題 謝謝 這個 我把蠻紅茶 是因為我也有一些 想法想講 就是 一個是 我自己另外一個身分 是一個協會的組長 我們後面是Gomaji 是 Gomaji 然後我剛聽到您講說 台灣大社隊跟全家合作 其實我覺得跟Gomaji 因為Gomaji上面就是吃喝玩樂一大堆 對 所以 比如你上那個車 然後 如果是可以相連同的話 就是附近有哪些吃喝玩樂 我不知道那個商業是怎麼樣可以相連結 可是我感覺那是有商機的 這是兩個串 那 那個有機會再談 不過另外一個我覺得有趣的是 就是剛剛從前你在講說 計程車怎麼樣是不能被取代的部分 我覺得有一個計程車司機 大哥大姐 一個很難被取代的 你 甚至在剛剛的報告裡 我也沒看到這一塊 就是 司機大哥大姐是很 像您剛剛有講 很 閱歷很多 所以很會講話 大家都說要了解台灣政治 就是打幾人車司機 然後司機又要告訴你這個 尤其 尤其從前 更從前到更厲害 也很怕搭到一個不同黨派 然後他就跟你講很多 可是 沒有你當然要順著他走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 他們的人生閱歷 和他能講話的這個東西 這個是沒有被開發的 這個對我來說我覺得 他是一個 閒置資源 可善用的資源 我不知道有沒有可能可以 怎麼樣把這個資源拿出來 你有一個計程 八萬多個司機 可能不是都很可以講話 可是可能有至少八千個 哇那個 講起話來都非常非常厲害 這些力量 這些能量怎麼可以 我不知道可以導向什麼地方 可是我覺得他這是 你剛剛講那個 好多個面向都可以賺錢 這個 我沒有八千個獎者 有點可惜 他只講給那個 乘客訂閲錢 還沒有跟他多少錢 應該是 如果說我是一個 很會講話的計程車司機 我搭這台車 我要多付一點錢之類的 只是 我只想到這一個東西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謝謝你 當然 確實 你談到跟高媽吉 其實 有一些串聯 但是我們跟他 畢竟還是有所不同 我昨天臉還是在坐車 畢人還是在坐車 不太一樣 但是也有一些相同的 有一些相同的 那我提到 我再回應到 剛剛談到的說 欸對啊 大哥大姐 東阿哥邱大哥 有很多專長 阿哥蘇大姐 有個事 但是我再談到這裡 這裡的前提一定要 有一個平台是梅河 是你要我也要的 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說 我們車隊也有 大哥會算命 也會算命 但是如果梅河一個 不是坐上車的時候 他根本不希望 有些人他坐上車 他就想休息 你不要跟我講太多的話 所以其實這裡開始 我 所以我為什麼說 我去年的下半年度 成立一個 數據 就是我有一個大數據部 開始在分析 包括客人 我慢慢要梅河到 所以梅河到什麼 大哥你有什麼專長 坐車的人 他需要什麼樣的服務 一定要梅河到 你跟我是OK 我願意的 這裡就會出現 假設是不一樣 如果我不喜歡 你跟我談 這是算命的東西 結果你拼命講這個 這會 會產生特殊跟擾民 所以我們應該是 提供你相關的 特殊的 是給需要的人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很重要的 包括現在 當然這裡 大哥大也在這邊 很會推入說 有的客人會告訴我們 我下次再也不要做上 這部車的事情 對邊幾號 當然我們會否他 就把這個 就讓他梅河不到 但也會有客人說 我下次就想要做這部車的人 這不一樣對不對 但你要做到這部車 你必須要負擔一些相關 因為大哥要從很遠的地方 來載你 對 這是會出現 當然我們現在開始慢慢的 所以 這個就你談到 就是說 我不再只是一個簡單的 這樣的一個服務而已 因為慢慢變成是一個 客製化的佛靈 是不一樣的方式 就是不太一樣 當然 這就是在 降低他空車70% 還有每一趟的載送 就這麼錢 就這樣而已嗎 好 所以我們在創造那個 附加價值在上 但是這個情敵 要小心就是 美和道是對的對象 就是你想去談政治 剛好我也很想 所以那我們一起來談 哇 那就火花就這樣 還有人很愛唱歌 對不對 所以我在車上 我可以就爬來 但是有的大哥很愛唱歌 唱到 也會產生客訴 因為他很去上車 客人不想聽 他唱一首給你聽好不好 就一直唱這個也不喜好 所以其實這個就變成說 他是 讓讓坐車變得更有趣 這件事情是很棒的 很棒的 所以 這些都是 所以我就說其實 所以我剛剛就提到 其實不怕改變 只是要找到 你存在的價值 就在這裡 謝謝 謝謝 我可以做一點那個分享好了 我們家可以算是 是計程車四 試駕吧 真的喔 因為不是只有我爸爸 開計程車喔 我的伯母啊 他說他當年在台北市 開計程車的時候 全台北只有五個女生 他是那其中的一個 他們這些人現在都已經 不在世界上了 我的伯父啊 伯母啊 爸爸 我弟弟也有計程車牌 但是他也是不上路的 那 我要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爸爸他們因為是很早年 開計程車的 所以我 剛才你們在講說 計程車司機對自己的自我認知 價值很低喔 我不覺得欸 因為 我爸爸說 在他們那個年代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開車的 所以 會開車的人是一個專業 他們是從一個專業到現在 變成不是專業 那反正他現在已經死了 所以他也沒有 沒有到那麼慘 可是我覺得 他開了37年的計程車吧 那我覺得他真的覺得自己 自我價值很低的時候並不多 而且他一直告訴我說 其實他也開過托拉庫 他也去當過公車司機 還跟車長談戀愛 所以後來都沒有車長 我覺得應該是 太常談戀愛的關係 好不好 對 那 那他開過很多種車 靠各種方式迎生 可是最後他認為計程車是 讓他最自由的一個行業 但是你自我管理要好嘛 如果自我管理不好的話 你也可以在那邊掛羊頭賣狗肉啊 像我爸後來最重要的收入是去賭博 但是他假裝讓我媽媽覺得他在開計程車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台車 才可以去掩護他真正的收入來源 那這當然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那 所以我必須要澄清 並不是所有的計程車司機 自我感感都很低的 然後我因為也是太不了解我爸爸了 因為他整天都不在嘛 所以我只要有機會坐計程車 我一定會跟計程車司機聊天 我發現真的也是什麼樣的人都有 有那個一進去就是在聽古典音樂的 然後我就很好奇 因為我們一大部分都是在聽地下電台嘛 聽古典音樂很少 剛才告訴我說 其實他是移民到加拿大去 非常的無聊 在那邊湖邊釣魚釣了兩年 後來他覺得他回來開計程車好了 那沒客人的時候就聽音樂很爽 那有客人的時候呢 加減賺一點錢 他還把他那個加拿大的公民證給我看 表示說他不是騙我的 還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樣 當然也有人就是他工作好像中間有點不順 本來是公司老闆 然後他現在大概也彎不下腰去當人家的僱員 所以計程車司機其實是他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就是自己的老闆 那是這個樣子 那我以前也曾經在那個政府的勞工部門做過事嘛 當時我們的主委就講說 其實計程車也是一個就業的選擇啊 就是當當我們沒有辦法幫著一般的老公 介紹到好工作的時候 那其實計程車司機也是讓他保有尊嚴的一個選項 只是說他也承認說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很好的把關的話 你讓這麼多人進到市場 那就是一個惡性競爭 那我有一段時間常在新竹那個地方 大概每個禮拜都會去新竹喔 我幾乎都是坐白白車 因為我叫不到小黃 我叫55688 那等了非常久 所以我最後就說對不起拍不到車 所以我在猜有可能是新竹那個地方建的車 特別少還是怎麼樣 那我每...他光白白車他就有五六家喔 那我每一次都跟他們聊天 我就問他們說他有從苗栗跑來新竹開的喔 我說那你們一天大概都可以跑多少錢 他說大概差不多4000塊 我就哇那這個收入很好欸 他說對啊就是這樣子啊 那新竹的小黃我覺得他生意也不差 因為很多人從高鐵站下來直接就坐了 所以他一定就是市場非常的大 大到說他小黃都在戶完了 他根本沒時間來理我在偏遠地區叫 所以我就是坐白白車 那白白...那是2009年的事了 也蠻多年前的Uber也都還沒進來 對不對 那我接下來最後一個 我要講一個在中國搭那個車的經驗 在中國我就是搭滴滴打滴 不是... 滴滴出行 滴滴出行對 就不是搭Uber 那當然也有人用Uber 可是我覺得滴滴好像更多 而且他在平價的時候 他是互平的 司機也可以平 如果你這個是奧客的話 下一次他們公司就不給他紅包 他就沒有什麼優惠 那我覺得這樣一個負評機子也是蠻好的 因為感覺好像不是只有司機被評 客人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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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的話其實也要被知道了嘛 那... 只是很好玩的是說 嗯... 我搭的每一部的這個計程車 可能是我那個朋友很兇吧 他就是用那個氣勢壓人 所以每次下車的時候 司機都會跟他講台詞都一樣說 我這個禮拜才剛開始開齁 啊你不要給我負評這樣子 我想說怎麼有那麼巧 好每個人都是今天... 那個禮拜才上路 這可能是他們慣有的台詞 想要用Illine政策吧 然後他們也會說 欸你不要... 不要用你們公司的倒嗎 你們公司都會繞路 你照我倒就對了 他就說好 那我照你來倒 你告訴我怎麼開 但是你不可以給我負評 我發現負評這件事情 對他一直有個非常大的壓力 可是我作為一個旁觀者 我坐在裡面 其實我也蠻緊張的 我覺得 為什麼乘客跟司機之間 要這麼緊張 因為我在台灣搭計程車 從來沒有這麼緊張過 然後還有一次去香港搭 那是搭Uber 那香港的朋友說 他們覺得Uber太好了 因為他們覺得香港的司機實在是太爛了 然後車子也非常的差 就是幾百年都是那種型的 所以我覺得Uber在台... 在香港它有很大的市場 而且我們也的確就是搭那種Benz的車 人也非常的有禮貌 那剛才您有提到一個嘛 因為日本的建車它的水準很高 所以他們的人民不認為它需要去用那個 那我覺得我們台灣剛好是在中間 我們可能沒有像中國或香港那樣子 讓人家覺得建車那麼差 可是也還沒有到日本那個境界 我在台灣大部分搭的計程車的那個 感覺都蠻好的 不過我有感受到喔 因為這幾年因為景氣比較差 所以呢我就算做短程的啦 或者是我在對面叫對面人家也願意開過來 我覺得有幾年台灣景氣不錯的時候 我在這邊叫車對面是懶得過來理我的 但是現在絕對不會有這種情況 就是一定載得到 然後短程的車我也不怕被司機擺眼這樣子 因為我感覺現在只要有人肯坐他們就很高興了 但是以前有一陣子我搭計程車 只要我的錶沒有跳超過一百塊 我自己都會主動給小費給到一百塊 我才下車 那有一部分我當然也會覺得是同理嘛 我覺得我爸開計程車 如果他就是收到五塊十塊的小費 他會很開心 我有時候會用這樣的心情去給小費 好 嗯 謝謝妳 我這樣講喔 我再修正一下我剛剛談的 我就說我非常痛心的是 我來到車的時候 我發覺到我們車隊有些事情 我說有些啦 他對他的職業不尊重 就是他覺得我一個計程車司機 我連帽 我每天為什麼要戴帽子 因為我不想被人家認出來 我在開計程車 我在開計程車說要把我的車子停得很遠 因為我怕我爸媽知道 或我親朋好知道我在開計程車 好 為什麼 所以我的意思 但不是每個人 但我們車隊裡面 所以我就說計程車的產業 其實他 其實我這樣講 三教九流都有 這是一個就是 反正你只要考上那個證照 三教九流都可以有 所以車隊裡面也有一些 一些他退休的啦 或者他覺得 閒著沒事做得出來 他喜歡接觸的都有 那也有的 也有的司機師 他欠了好多錢 他不得不出來開 而且開的好辛苦 甚至你看到那個報紙 也有燒爛自殺的司機 所以你注意看 現在我這樣講 當然因為次就有了開 就是說 其實 有一群的司機 其實跟錢莊是脫不了關係 那個是很痛苦的一群人 是很痛苦的一群人 所以 我會講說 我們在車隊我只能陪伴 我也沒辦法 我們有一個司機 他是因為生意失敗 在前幾年生意失敗 然後他就生意失敗 卡在也有 他沒辦法 然後妻力止散 都離婚了 然後他覺得 我不能這樣 我一定要有一份工作 他就覺得 開計程車是他 馬上立即可以拿到現金的 他去工作 沒有辦法工作 因為他 就是有 就像你那個 對對對 他有開計程車 結果他 運氣真的是很不好 開計程車 他就去跟車廂租了一部車 就租了一部車 因為不太會開車 馬上就 就撞車 撞車 撞車也沒多少錢 但是他因為那部車是車行的 差五萬塊修車 他是沒錢的怎麼修 他就跟車行去借錢 五萬塊你知道一年之後就變六十萬 就這樣 當然你會覺得台灣怎麼可能這樣 但是 講到之口就順道講 所以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 對大哥的幫助還不見得很成形 但是畢竟還是幫了一兩百個人 就是 也因為我們有了新等評價 那個那個新等 還有司機大哥 每天跑多少錢 我大概會知道 好他收的飛行機知道 所以也因為這樣 我們目前跟凱基銀行合作 就是大哥信用破產的人 凱基銀行因為公司 就是我有提供資料 我可以告訴他 這個時期是有正常在跑車的 所以你借他一點錢 但我不希望銀行借太多錢 五十萬一百萬是不可能的 因為那風險太高 所以我就說 那你可能在十萬以內 好 然後這個放寬 放寬就是 他是被 對 沒有沒有完全是消費性貸款 所以沒有抵押 那利率讓他低一點 我就是完全抵押 當有 下去之後有六七百個人申請 但是過的人到目前是 兩百多個人過 但是這就是幫他 他就是每個月 他應該一個禮拜還一次吧 那就還 但是如果他的狀況更好 他可以再借多一點錢 用這樣的方式 但是這只能 我只能說 當然有大哥也會不要 那怎麼才借這一點點 那真的是 這個 這是一個突破 也因為用數據 這個就是 我去學那個阿里巴巴的 那個叫什麼 芝麻分 所以我們的車隊叫做香蕉分 因為是黃色的 所以就叫香蕉分 你不要笑就是真的這樣看 對我們就用這個 因為我認為我車隊應該有 其實這樣來看 目前這一群人還OK 這個也就是我跟侯家人講 就是窮人銀行的概念 對就是說 因為我知道他在跑車嘛 所以大概會知道 那其實這正棒 他如果去錢張真的不得了 那個金額太高 所以我這樣提 所以我一直在講 就是說 其實 還是回到那個原點 如果說 這個計程車是有一個 有一個管理 這個管理已經 跳脫到這個車隊了 有一個整個管理 那不一樣 那我在講到說 為什麼香港的計程車那麼久 服務態度那麼差 不差才怪 我跟你講為什麼 計程車 香港的計程車 一張牌照 700萬港幣 台灣計程車的牌照 再怎麼貴 頂多5萬7萬10萬左右 700萬港幣 所以其實 香港的計程車的牌照 是有一群人在投資的 那你想 700萬港幣 可能2800萬台幣的一張牌照 那你想想看 司機不可能擁有牌照 這什麼可能啊 所以他的車子很舊是應該的 因為他是在投資那張 你沒有我一樣開啊 所以他的車子為什麼這麼久 所以香港的計程車司機是 幾乎沒有辦法擁有自己的車 台灣的計程車是99% 其實沒有去租送 可是那都是他的車啊 只是你繳得起 繳不起車帶而已 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台灣的計程車 車子會比較新 比較好 是因為那他的車 他可以換 所以 香港他是物業管理 當然 香港你說他Uber開的好不好 可不可以 我跟你的資料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是從那個產業去看 他們其實Uber在香港也要 他要 對 對 除了那個什麼被抓去 抓去 對 其實 香港的 所以你看喔 2800萬台幣的那個 你看司機賺的錢有多少要被 要被拿走 因為那個太貴 蛤 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這麼貴 為什麼可以這麼貴 他們是管制 對 為什麼這麼貴 中國大陸是500萬人民幣 所以有人會說 你看到這為什麼沒有去中國 如果要用正堂不敢去 那如果要用像Uber 我們董事長也會擔心 那個我們法律玩不起 所以這個是不太一樣 台灣是比較 台灣牌照貴不貴 最貴的是在金門 一張牌照最少要20萬錢 好 那你說新竹 為什麼車子交不到 我跟你講 因為新竹的計程車 只有一千多個人而已 就很少 對 牌照不貴 就一千多 那如果論收入 當然這個我這樣講也不見得一定對 以我車隊這樣在看 我們車隊裡面 新竹的司機是賺 對 對 因為那邊的很捨得坐計程車 對 竹科 對 而且那個交通也真的很方便 所以很捨得坐 對 所以因為新竹竹科是佔它很大一部分 好 所以為什麼會有白牌車 就是公布應求產生的一個結果 所以白牌車也只有在新竹是比較盛行的 你在台北怎麼會有白牌車 而且就是苗利桃園都會放在新竹上 對 對 大概是這樣 那是一個產業結構的問題 對 那看是這樣 然後我剛剛前也想要貢獻一點點 就是 您剛剛提到阿里巴巴嘛 我去年 去年天下雜誌有帶去年高級主管 我們就去了 參觀了阿里巴巴 然後他們的首席戰略官也在告訴我們 他們的數據分析 然後我們剛好也很幸運 我們也去訪問了那個滴滴出行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因為滴滴出行也是他們的戰略官出來跟我們解釋 因為可能是因為我們發行人去 所以他們都派出最厲害 可是我在聽滴滴談他們的那個運作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最有趣是 因為後來滴滴把Uber買下來 但他們當時還沒有 就是我們回來兩個月之後 他們就 我看新聞就買下來 但是之前他們怎麼談Uber 他們就 會覺得說 Uber還不是他們的對手 是因為其實他們也掌握了很大的那個數據 並且滴滴他們的服務甚至 細到 因為在北京或上海地區 那個塞車問題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他們說他們甚至可以預測 就是從他們的數據分析去預測說 這個接口20分鐘之後就會塞車 所以我可能要提醒 有些司機你不要走哪一些路段 然後他會有一個預警 甚至是還有他們還有拼車的服務 因為很多可能就搭公車太麻煩 所以他們怎麼樣拼車 然後透過一個很細緻的那個操作 就是他可以讓交通的狀況是比較好的 可是滴滴那時候告訴我們他的財報 他每個月都要賠非常多錢 對 沒錯 對他們 然後也 但我們那時候就問說 那你們這樣子嗎 對 然後他們就說錢不是我們的考慮 對 他們那時候就一直有那個 他們在想什麼 其實他們 他們要掌握的 他們要掌握的就是全部的大數據 對 對所以有了那個數據 其實他們要做的 其實我覺得他們不只是做物流了 他們要的東西大概更後面 對 所以那個戰略考慮就讓我們覺得 這實在是太奇怪了 可是後來看到Uber 連Uber都被他買下來 而且他們說 一樣他們是一個弟弟的APP 他好像到了印度到美國 就是都還可以交到車 他說因為中國人 有時候出國英文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用英文叫車 所以他們還是可以用原本的那個 然後他們併購當地的 就是 算併購或合作當地的那些叫車的系統 所以他用中文介面 可是他可以叫來 是 就是當地的測試 是 這個我當我 我 我 我有一些數據也好 那如果講的不對 你可以更正好 其實 這個就是平台經濟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其實真正要玩平台 不是在考量到你的利潤有多少 是我要砸多少錢在多少時間 掌握多少數據 跟下載人數 他真的要的是後面的那塊數據 衍生出來的相關的商機 所以不是看在眼前的東西 當時滴滴跟Uber其實都在砸錢 所以 Uber的司機 包括在台灣他也是 他也是虧錢 當然我們看起來他不應該虧 他認為他也是砸錢 那其實在 當時在中國大陸跟Uber 兩邊各自砸錢 司機只要一下載 他就同時下載兩邊 看哪一邊比較多 直接哪一邊 一單接到五塊錢人民幣都有 他就是你知道司機來 我不只不要收派檢費 還砸錢出去 砸到後來兩家認為說 糟糕再繼續砸下去 不如病起來 好 那另外一件事情 當這裡當然 還是有 當我這個消息也不見得 一定完全正確 就是說 其實當然在中國還是 中國的政府還是掌控率非常高 所以那時候 在他們併起來之前 就推出所謂的網約車 所以出來就網約車 就有別計程車另外的一個叫網約車 當然一推 Uber就整個併過去 就是把Uber賣給滴滴打車 取得百分之二十的股權 這樣併出來 所以你說他為什麼 他為什麼要這樣找 其實但是現在就不得了 你知道他一天 我們是一個月大概四百多萬擋 他是一天三百多萬擋 三百多萬擋 那你去想他 三百多萬擋 一擋賺一塊人民幣就好 不要一塊啦 聯繫算多少錢 但是他初期他就要投 所以這裡也就是侯家說他很擔心 他為平台經濟未來以後 會不會成為一個洪水猛獸 就可能會這樣 那台灣大車隊 我們沒有辦法用雜錢的方式去做 那你去想過 那中國大陸會不會來台灣 雜錢的方式去做一些相關的事情 未來很多事情都不可 不可 我們不可預測 因為這是已經國際化已經平了 這個地球不是原來是平了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雜錢的過程當你幕後 你的背後是要什麼 當然烏伯也在一個夢 對不對 現在也是一個夢 大家在看他到底是這個夢 我們也在覺得滿有趣的齁 但是不可會言要讓一個平台長大 你一定出奇的那種 不是像現在的思維 那我們台灣大剛好倒過來 我們是倒過來 所以剛剛談到那些 就是在往我們內部裡面的一個平台 好 不太一樣 那我們很清楚 我們在做什麼事 我們很清楚我們在做什麼事 不太一樣 當然未來以後他會不會怎麼又這樣 這很難說 但我覺得 不管未來怎麼改變 我覺得 從另外一個角度 就像我今天剛剛講 就是人家說 Uber進來台灣對你改變了些什麼 對你們公司改變 我是倒過來 其實Uber進來台灣 讓我們的經營團隊 讓我們的經營團隊 有了更視野更寬廣 看到的是國際的東西 我們現在已經都在看國際 在有什麼變化 所以當你問我的 我多少能夠說一些就是 我都很關心這些世界 我以前不會 我以前說 大都哥在做什麼 我們在做什麼 就這樣 我好像說話覺得 你怎麼那種膚淺 我過去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其實也帶動了台灣的 整個乘客對計程車的情緒 所以馬上就顛覆了 那另外一個也去改變了計程車時機 就是都是不可逆的 但是都是好事 都是好事 那其實本來這個 企業沒有 我剛剛講的 沒有一個企業說 我永遠都不可能的 我有就是掌握時代的賣入 隨時在進步 誰知道未來以後是什麼 但是我很清楚的是 我們的方向是這樣 所以最重要一件事是 福利共享這件事 這件事 不要忘了它 那我也只能進這樣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那未來的變化確實很大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都很有趣 那我們生在這個時代 我覺得太棒了 真的是太棒了 謝謝 這真的是欲罷不能 好 那我想我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跟連結到我們明天要開始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曲 所以如果剛剛聽完整個李總經理的報告 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李總經理他們現在在思考的 其實是以計程車當作一個本體 去做所謂的 從規模經濟 從規模經濟 然後再變成是多元的服務經濟 那最後希望可以 產生一個台灣島內的所謂的服務的這種生活大平台 的這個概念 所以原則上這個是一個台灣島內的一個經營的商業模式 那這件事情對小國非常重要 因為台灣沒有那個規模市場去像Uber跟滴滴去玩那個大規模的全球戰役 那所以台灣人做的就是小而美 然後讓服務深化 然後讓自己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生活的一部分 就如同7-11 為什麼統一要賣掉星巴克的上海的市場 然後來確保他在台灣的這個品牌的機會 就是因為台灣太小 所以台灣沒有機會去做整個這種全球化的這種戰略布局 所以台灣的平台經濟比較像是封閉式的 然後他的共享其實定義上跟所謂的Uber不太一樣 Uber基本上他是一個把整個產業摧毀 然後用新的模式介入 那台灣大支隊或者現在的台灣大部分計程車的派遣模式 大部分都奠基在計程車為一個最大公約數 然後去思考怎麼樣擴大我的服務的範疇 然後以顧客為本 以人為本 去把他的生活的食衣住行育樂 透過這台車 透過這個司機 透過我的資訊 然後透過我的完整的服務系統去串接 然後讓我整個價值鏈可以深化在這當中 我想這個是台灣一個在地化的優勢 但是同時的我們也不能去否認 全球經濟的發展的過程另外一個是全球化 所以我們在強調在地化的深耕的同時 我們看到全球化的那個威脅怎麼樣去回應全球化這個威脅 其實是台灣現在最難的 因為台灣沒有那個全球化的這個亮點 所以其實對我們而言更要去思考是說 台灣的這個服務的這個區域經濟的模式 有沒有辦法複製到不同的地方 然後在不同的城市裡面去變成是一個適合他們的 那這個其實Grab就做得很好 相對的Grab他就是一個聰明的方式 因為他用一個相對的開放的模式 但是他不像Uber這麼霸道 他事實上是相對的王道 去接納計程車司機 而且保護計程車既得利益 而不是要去摧毀他 所以呢我們為什麼一直在談王道這件事情 因為唯有王道你才會被接納 霸道其實到最後其實你要一統江山 那那個模式其實最後他玩的就是一個大國的市場 所以越小的國家越小的在地經濟 就要越的要越去包容利害關係 然後你把利害關係的人都讓大家 都以對方的利益去思考 然後你所回應的每一個模式 在那個相對應的每一個利害關係的人 都覺得你對他是公平的 是有照顧到他的 我相信這個營運模式在在地就會存留下來 那Uber那個模式我們就先不談 那我想這是第一個我的分享 就是說台灣小國兩千三百萬的這樣的一個島嶼 我們能做的就是不斷的把我們的文化把它深化 然後把我們的服務系統精式化之後 看有沒有辦法在未來去做小區域的複製 而不是做大規模的侵略式的擴張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也想跟各位分享的是說 人這件事情永遠是服務的最核心跟關鍵 所以呢共享經濟與其說是分享 不如說是不是可以在分享那個利潤經濟面以外 可以分享那個價值系統 其實現在台灣的計程車之所以還會這樣的分崩離析 或者說有一些不好的距離講 其實是那個價值系統尚未被完全的建立 那那個價值系統其實是需要一兩代以上的時間 才有辦法去翻動這個整個產業的這個產業的文化 就像日本它基本上也不是一天兩天 它是整個很大的一個過程 所以那個社會的人文指數決定了這個分享經濟的形態 如果這個人文指數很低 它基本上它所採取的方式 基本上它就是在共享那個價值 共享那個利潤 但是一旦沒有利潤其實就瓦解了 但是你會發現說很多的共享價值 他們剛開始出現不是在分享那個利潤 而是分享那個價值 因為我喜歡這樣你也喜歡這樣 所以我們聚集在一起 用這種模式彼此互相交換 而不是交易 所以當有一天共享價值要到一個成熟的時候 是上去 我願意把我的跟你沒有的交換 而不是把我有的跟你有的交易 然後我們各取所需 在這個經濟動機前提之下 我們才有機會合作 那經濟動機前提瓦解之後 我們就各自走各自的 當那個系統是用這種方式設計的話 就會像今天的Uber一樣 其實整個Uber是用一個交易經濟的方式 去設計的一個平台系統 所以司機跟乘客之間沒有太多的信任 所以我們說共享經濟後面的最深層的東西 是叫做Trust 就是信任 沒有信任的經濟基礎 其實它是一時的 信任這件事情事實上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目前我們台灣在信任的這個基礎上 其實是相對是比較高的 因為整個台灣的文化是相對比較容易信任的 所以我想台灣是一個非常棒 可以去做一個共享經濟的小規模量體的實驗 那希望越來越多像台灣大車隊這樣的一個組織 去把一個單一產業把它做到一個極致化之後 然後透過這個過程裡面再去擴張它的衍生性的服務 那其中我覺得最重要的其實還是一個領導者的眼光 跟對整個所謂的弱勢者的包容跟同理心 其實大部分的共享經濟到最後其實他們想的都是自己 所以他們不是在做共享 他們只要在做獨享 因為所有的經濟的回饋最到最後其實是到資本家的手上 所以如果要把這個整個共享經濟可以說有一個機會去看得到 其實需要更多的人文的關懷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會面向整個共享經濟未來最大的挑戰 共享經濟只是一個幌子嗎 還是共享經濟最後他是願意去真的用信任跟分配更多的多元公平 而讓每個人都受益 讓這個社會共好或者一個整個城市都雨露居沾 那這裡就是計程車學院一直在做 就是我們希望讓人被看見讓司機被看見 然後讓大家從量變從質變到量變再到質變 你去看整個台灣的計程車實際上是先持變 有一群人願意接受GPS所謂的衛星派檢 這個值開始建立之後 產生一個量像今天已經到17000台 這個量出現了五分之一了 這個量有沒有辦法再去影響其他沒有加入的那些人的品質再把它拉上來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做領頭羊的台灣大車這個就非常重要 因為他就不能只是想他自己17000台 他要想的是那些沒有加入的人 我怎麼樣把平均數拉上來 讓那個便意小一點 因為我有便意小一點 整個台灣的計程車才會被更願意的被大家去產生多元的服務 因為那個多元服務前提是司機要對 司機要好 所以如果台灣的計程車還是有那個80%的人是在那個草根性比較強 這20%再怎麼樣 其實你所獲得的那個創造的利率就在那個有限範圍 除非整個產業整個被拉起來 那這件事情才會成就 那但是這個都還不是最關鍵 最關鍵的是下一波叫做無人車事件 這個無人車的事件才是真正的另外一個挑戰 而且這是另外一個比Uber現在更大的破壞式創新 因為Uber他現在還是需要人 台灣大車隊現在還是需要司機 但是當有一天我們從一個城市的角度 從一個總體的概念來看 整個交通系統可能就不是用所謂的人來執行 而是都是用科技的方式去運作的時候 無人化自動化這件事情 就會把整個人那件事情 把它做標準化 那人一旦開車這件事情不需要人處理的時候 那人該處理什麼 這時候就回到銀章講的 人的價值 司機的價值 可能就不是在開車 他可能有更多元的溫度 有溫度的服務就會出現在這台車裡面 這時候我們的司機可能就不是司機了 就不 如同我們剛剛有個朋友講 40年前50年前為什麼司機是很尊貴很驕傲的 因為那時候會開車的人很少 那時候有一台計程車 有一台勝利排 育龍計程車就不得了 所以那時候大家對計程車是一個 相對是一個高尚的職業 但是如同今天 其實未來其實一模一樣 就是那個科技的改變已經帶來另外一波大的一個轉型 所以呢 日本、新加坡、德國、美國、英國都在開始有這種所謂的自動化計程車 而且計程車會是無人車的第一波 因為所有的無人車最有機會被測試的就是計程車 因為計程車相對的是一個比較是營業型的用車 然後它相對的它的整個營運模式比較容易被控管 它不像自動車也是很難管 所以如果你用一個無人車的思維去想 其實計程車是最容易被導入到一個商業化的前期測試 這也就是為什麼新加坡現在已經有五六台計程車 事實上你在新加坡用無人車的方式在運轉 而且就開始在運作 在新加坡這麼小的島嶼這麼繁忙這麼忙碌的交通系統 都有辦法開始去測試無人化計程車這件事情 它其實已經不是一個未來式 它已經是個進行式 但是這些事情就挑戰到我們 那人的價值在哪裡 以後人的價值是什麼 計程車司機不見了 然後這些該有的職業都不見了 那最後是什麼 留下來是什麼 那個平台到最後其實它控管的是科技 是資訊 它的運作模式其實它越來越多的財富 會集中在少數人身上 大部分的職業從業工作者的第一線 其實都已經開始被取代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一直很害怕 當這個職業這樣發展下去的時候 到底它會走向什麼 那這裡就是當我是07年回國 那到今年剛好11年 我們一直在看這個台灣大車的變化 也看這個世界的變化 同時我另外一個研究去看科技的 所謂的競爭的這個演化 我看到科技競爭的演化是另外一個 非常恐怖的力量 那個力量會回過頭來顛覆 我們現在所看到計程車的這個營運模式 那這個可能是我們目前全世界都不知道 該怎麼做 但我們唯一相信的是說 越多的企業家 願意站在一個創新的當作手段 但是把人放在心裡面 因為你創新如果變成是個目的 那你最後就是破壞所有的一切 獲取最大的利益 但是如果你創新是個手段 你把人放在這個最重要的一個位階 你要做的創新是在創造人的價值 跟未來人怎麼繼續往下走的那個 那個獲利的那個分配模式 所以這就是我們探討 或許1.0 2.0 3.0的科技都不會停 但是我們相信4.0的科技 一定要慢慢回到人當作中心 所以這時候計程車司機大哥大姐 你們的角色可能就會變成是重點 但是相對的你們要願意配合公司 往那條方式去走 往那條路徑去配的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把計程車這個協會 用學院的角度去設定 就是我們是一個教育 我們是一個大學 我們是一個把人重新帶回來 然後讓司機變成是一個可以創造價值 而不是讓司機只是在服務科技 然後被科技所制約的 所以最後一兩張投影片就是 我們明天談的就是移工會不會消失 移動工作者會不會消失 在AI介入之後 那你說AI是什麼 現在已經有這麼多的書 其實已經都在預告 AI已經是進行式 AI已經不是未來式 這些事情都已經發生 只是我們都好像覺得還很早 還很遠 所以我們還眼睛到來閉著 但明天我們會讓各位看到一些非常大的突破 Google可能在2020年 整個無人車的技術 它的商轉 很多東西可能都已經ready了 所以未來最可怕的就是 吳總總經理講的 都不是你產業旁邊的競爭者 都是你不知道它從哪邊出來 Google可能是最大的威脅 但是會不會是Apple呢 Uber現在好像看的是做共享經濟 它最後是不是做無人車的這個主要的推動者 它現在還被這些司機告 它還這些有這麼多麻煩的訴訟 它會不會最後司機全部都不見了 它就是全部都是無人車在預見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我想都還有很多很值得期待 那這裡就是講的就是 剛才總經理講的 這是一個可能是一個最不好的年代 但也可能是一個最好的年代 因為我們供逢其盛在這個十年內 從手機的十年內發展 這個指數型的成長 破壞了所有一切 未來的十年二十年那個劇烈度 搞不好比我們過去的十年 會不是用線性的成長 是用指數型的成長 那樣的破壞程度可能是更高 所以我想我們都還在探索 那很高興回到移工 我們這個地方關心的不是科技 關心的不是外面世界怎麼變化 關心的可能是人可以怎麼樣 有他自己的信仰 有他自己的想法 然後可以維持他原來 然後讓人可以是一個不變 然後讓科技被人所駕馭 而不是我們去服務科技 或者去最後被科技所展示 那這是明天的 或許各位有興趣的話 歡迎各位繼續收看 那我們在這個熱戀 謝謝我們今天的小辣椒 我們的董弟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明天見 拜拜